自东汉 释迦牟尼的佛法传入中原 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深远的文化影响 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像星辰一般点亮了信仰的天空 他们不仅是佛法智慧的传承者 也是时代的见证者 在这个合集中 我们将跟随时间的脚步 为您介绍中国历史上修为高僧并具有特殊影响力的十位高僧 体会他们是如何用生命的经历影响了中国 乃至整个东方世界的精神面貌的 在中华文化中 那些得到的高僧 总是化身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以高超绝妙的神通法术治病救人 目的就是点化世人劝人向善 这样的故事是比一比解释 早已是深入人心 比如说济宫 在历史上 还有这么一位高僧 同样是神通广大 法术高超 凭借一己之力 让两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 最终都信奉了佛教 并在乱世中拯救百姓免于生灵涂炭 在他的影响之下 来自印度的佛教 首次在中华大地上被皇帝推崇为国教 今天就来讲讲这位神僧 佛图成 在习近末年的一天 一位僧人风神仆仆跋跋涉在从西域到洛阳的路上 只见他身高八尺 风自卓越 看这个背影和矫健的步伐 谁又能想到这已经是一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 脚下的这条万里之遥的路程 不知道已经走了多少日夜了 夜色降临 老僧照常在入睡之前要诵读佛经 这四下里一片寂静 只有着点点微弱的星光 只见他撩起衣巾露出瘦骨临熏的身子 只见在这左肋旁竟然有一个小窟窿直通到肚子里 他拔出塞在上面的一团棉絮 顿时疑速光芒从里面照射出来 借着光亮老僧诵读佛经 直到要睡觉了 僧人这才再次用棉絮把这窟窿给堵上 这位肚子自带光亮的和尚 就是一代高僧佛屠城 你还真别觉得咱们说的太玄乎 在正式禁书和高僧传中 都有长篇纪实的记载 关于佛屠城的种种神迹 佛屠城自有出家 可以背诵数百万字的经书 据说他此事已经得到了 所以就可以展示出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神迹 比如每逢摘家的日子 他就来到了河边 把肠子从左内的窟窿里掏出来 用水清洗干净 然后再装回到肚子里 永家四年 佛屠城终于抵达洛阳 可不久却赶上了永家之乱 一时之间地精动荡 烽火连天 只好是引顿民间 等待时局的变化 那时有个人叫做石乐 也是日后建立后赵的人 朱军在隔杯一带 专以杀人来壮大自己的声威 死在他手下的僧族大众不计其数 这佛屠城怜悯苍生 打算与佛法来劝化石乐 那么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石乐 能否被得到高僧所感化呢 聪明的佛屠城呢 并没有直接找到石乐 而是找到石乐手下 一个叫做郭黑略的大将 你别看这郭黑略啊 是个粗人 不过呢 他笃信佛法 佛屠城呢 就先住到他家 再利用神通啊 将战士的凶疾告诉给郭黑略 就这样 原本一个大老错的郭黑略 常常能在石乐眼前呢 成功的预测战士 石乐大悲惊叹 不禁的问道 我以前也没觉得你智谋出众啊 怎么最近忽然这么灵了 郭黑略神秘一笑 将军天生神武 自有贵人相助 有一僧人呢 法术非同寻常 说将军您有君灵天下的机缘 我以拜他为师 我说的话都是他告诉我的 石乐一听啊 有神人相助是大喜过望 赶忙召见佛屠城问道 佛道有什么灵验 佛屠城心里也知道 要想给石乐讲清佛法 那绝非是一朝一夕 一句话两句话的事 决定了当场的崭新神迹 随即命人拿出一个盛满水的波 然后是焚香祷告 这间水中立刻生出了一朵青莲花 光彩度目 看到这一幕的石乐 被镇的是目瞪口袋 一向相信了佛屠城 佛屠城趁机劝他 王道以德去感化天下 那么四方神兽的就会出来显现祥瑞 如果违政混乱不按天理 那么不吉利的会心就会出现 天下与违政得失修起相关 这是上天对人的告诫 石乐听了很是高兴 从此凡是他认为应该砍兜的 只要是佛屠城一开口 十个里面有八九个人都能免于一死 佛屠城还出手为很多人治好了 疑难杂症 受益之人多的是难以计数 可这石乐终究是个杀伐之人 终于有一次忍不住了 大发雷霆 想要加害僧人 甚至想要伤害佛屠城 派人是四下里搜寻 结果连根影都没有找到 石乐这才凡然醒悟的说道 我有恶意 僧人是弃我而去了 为此是后悔的一夜都没入睡 佛屠城见石乐有意改回 第二天便亲自去见他 石乐赶忙问 您昨夜去哪了 佛屠城说 您正在气头上 昨夜暂时避一避 现在您改了主意 我这才敢与你相见 石乐听闻只好是尴尬大小说 和尚误会了 据说佛屠城有另一个本事 只要听到寺院中的铃声就可以预知事情 一次 显卑首领断波率领大军是浩浩荡荡的 来攻打石乐 石乐慌了 赶忙问佛屠城如何应对 佛屠城不慌不忙的说 昨天四里铃声提示说 今天早饭时会勤货断波 石乐不放心 登上城楼望见断波的军队是密密麻麻 不见头尾 更加慌了神 对左右说 敌军行动地斗大战 断波岂能勤货 不过是佛屠城安慰我的话罢了 心里放不下的石乐 又派人去问佛屠城 这回佛屠城直接说 断波已经勤货了 原来此时城北的伏兵出击 正好遇到断波便抓住了他 佛屠城劝石乐宽裕断波 遣返本国 石乐也听从了佛屠城的建议 果然后来得到了断波的意外帮助 佛屠城还有姚氏的神通 只要将麻油餐和胭脂涂在手掌心 这千里之外的树便会显现在手掌之上 不仅他能够看得到 清静持戒的人也能看到 公元328年 前赵国国军刘耀进攻洛阳 朝廷内外都劝石乐不要勤征 这佛屠城却预言 军队出征刘耀必勤 于是石乐留下长子石洪和佛屠城镇守湘国 自己是亲自率兵出战 两军交战激励 刘耀大败 陆入水中被活捉了 此时远在湘国的佛屠城 正好在掌中看到了万马军中一个人被绑了起来 脖子上还竖着朱虹的丝线 于是他告诉石洪 这刘耀已被勤了 在佛屠城的帮助之下 石乐的军队从纷乱中是一军突起 打了一连串的胜仗 最终在330年石乐称帝建立了后赵 他为政勤勉善于集思广义 并推行武汉分治 是北方出现了政治开明繁荣的气象 后赵一度成为十六国中最强大的王朝 占据了华夏半壁的疆土 石乐做皇帝之后 对佛屠城是更加的尊重 有事必先咨询佛屠城 然后才行动 尊他为大和尚 石乐有个侄子叫做石虎 这石虎有个儿子叫做石斌 石乐特别的喜欢 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养着 视为掌上明珠 可有这一天 石斌突然抱病身亡 石乐哭得是无比的伤心 过了两天 突然之间冒出个奇特的想法 听说扁鹊可以使死去的国太子复生 这大和尚国师不就是圣人吗 赶快请他来施法让兵儿复活吧 佛屠城来了 拿了一条杨柳枝 对着石斌念了一番咒语 就见石斌一声声音的从床上坐起来 还真就活了 从此石乐把自己的几个孩子 全送到佛寺里养着 每到四月初八佛诞日 石乐亲自来到寺院 相当遇佛为儿子们祈福 石乐这辈子在禁书当中呢 他是个暴君 在称霸期间坑杀降族屠杀大臣 可同样是禁书当中 他还是个知恩图报 推行儒学 扶持佛门的开朗胡人 到了建平四年四月的一天 本来这一天天进无风 突然佛塔上的一个灵挡 自动响了起来 佛屠城当中语言 这铃声说 国中有大丧就发生在今年 果然同年七月 石乐就死了 石乐的儿子石洪继位 但不久石虎被把石洪废了 赐封为天王 主掌后召大权 石虎生性残忍 人称毒患 可由于勇猛过人 年轻时受到了石乐的宠信 被封为征辱将军 他不但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人妻子 甚至在军中 如果有谁比他勇武强健 石虎就会设法杀死他们 免除对自己的威胁 对俘虏部分男女一律坑杀 就是这样一个妥妥的暴君家人渣 对扶屠城却是崇拜的无底投地 常说大和尚是国家的大宝 荣爵他不要 高禄他不接受 还能用什么方式来表彰他的人德 石虎对佛屠城充满了敬意 每次朝会都让臣子们抬轿 让太子扶着佛屠城上殿 一城大和尚 整个殿堂是鸭曲无声 所有的臣子都静静的站起来 是恭敬迎接 为什么石虎如此吸氧浮屠城 那其中的故事可多了 敬皇石窟有一个传世壁画 幽州灭火 讲的就是浮屠城的故事 有一天他与石虎正在中堂讨论佛经 突然说不好 幽州着火了 随即拿起酒杯 含了一口酒 朝着幽州方向喷了一口 过了一会儿 对石虎说 火灾已经被扑灭了 石虎是大吃一惊 赶忙派前使者去幽州查看 结果城中人都说 那天幽州突然起火 原本是天空晴朗 火甚至越烧越旺 这个时候 突然从南方飘来了这么一朵黑云 紧接着从这黑云中就降下大雨 浇灭了大火 不过奇怪的是 这鱼里面竟然还夹杂着一股酒香味 听罢石虎也是惊得目瞪口呆 佛屠城的神通 让他是大开眼界 一年后召九汉无语 石虎派太子去骑雨 结果祈祷了很久 这一滴雨也没下来 石虎只好请佛屠城亲自出马 没想到 随即就两条白龙降临在祭祀的地方 不久是大雨是瓢泊而下 面积广大数千里 当年的庄稼是大丰收 这边缘的少数民族 本来也不懂佛法 看到佛屠城的神迹 纷纷向佛屠城是遥相礼拜 不用多说 都被这佛法给感化了 石虎受佛屠城的影响 信奉佛法 在全国建立起893座寺庙 由于当时的出家僧众 可以逃避沉众的赋税和兵役 姚役 很多汉人为此是纷纷出家为僧 石虎这个宝君 对此干脆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使得佛教在战乱极苦的后照 得以繁荣 佛屠城的弟子中 高僧北出 如失道安等 石虎常问佛屠城 佛法讲不杀生 可我是天下之主 如果不用行杀 怎么能肃清海内外的敌人 佛屠城说 作为君王不能够滥杀无辜 当然 对那些个特别恶劣 也无法改正的人 该罚则罚 该杀则杀 但必须是经过慎重考虑 如果随便杀害无罪之人 做再多的佛事 也无法摆脱灾难 石虎听了这番话 渐渐的也有所收敛 后来禁军来袭 三个地方告急 石虎气的问佛屠城 我信奉佛教 去招来外敌 佛没有灵验 这佛屠城说 大王前世 曾是一位大商人 曾前往济宾寺 供养僧人 那次法会 有60位罗汉 我也在场 那时 有位德道高僧告诉我说 这位大商人 下辈子回到禁地当王 如今大王已经成为国王 难道不是有福吗 国家发生战事 是常有的事 怎么可以埋怨诽谤佛法僧三宝 在夜里生出恶念呢 石虎悔悟 竟然下跪认错 虽然佛屠城备受礼 但他仍旧严守戒律 过着久不詹齿 过午不时 无戒不履 无语无求的僧侣生活 有一天石虎梦见一条飞龙 由西南方降下 于是去问佛屠城 佛屠城说将有灾火发生 十天以内寺庙以西 宫殿以东 会有血光之灾 两天之后 石虎的儿子石虔密谋篡位 杀了兄弟师涛 并试图杀掉石虎 因石虎有所准备 最终没能得逞 石虔被抓之后 佛屠城曾劝告石虎说 都是你的儿子 你就忍怒 发发慈悲赦免他吧 这样还能够有60年的国运 如果非杀他不可 恐怕到时 他会成为毁灭夜宫的彗星 石虎不听 用残忍的手段杀了石虔 为石头报仇 记书中记载 有一妖马 尾巴燃烧的像烧焦的面团 冲进了夜宫 疯狂乱窜了一通之后 别不见了 不久 佛屠城对弟子交代 霍乱一生 实事当面 趁着霍乱未到 我先走了 石虎听说之后 急忙跑到夜宫寺看望 佛屠城对他说 国家兴修了这么多寺庙 但是施政却过于残忍 刑罚过于严酷 显然有违佛法 你如果不改恶向善 福报将全部消失 无法得到善终 若是你能够改过恩待百姓 国家的凡人将会延长 我松俗都会感到高兴 就是生命短暂 我也是死而无憾了 石虎已经知道佛屠城要离世了 自己哭成了个泪人 后照建物14年的12月8日 佛屠城源自于夜宫寺 享年是117岁 全国的百姓都哀悼痛哭 后来有僧人从雍州过来 说见到佛屠城向西入关了 石虎便下令掘开佛屠城的墓 建造墓中只有这么一块石头 并不见尸体 石虎黯然道 石头不就是我吗 我不欺人 第二年石虎就死了 后照也随之灭亡了 佛教在汉明地时传入中国 但仅在民间流传 直到佛屠城从西域而来 以慈悲的胸怀 过人的神通法力 巧言劝谏 弘法不道 教化两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 拯救无数百姓与生死之间 并使佛教在中国历史上 首次为最高统治者所认可 并推崇为国教 为佛教在中土兴盛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后续佛法在中华大地上弘扬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渡流沙 善无飞鸟 下无走兽 四股茫茫 莫测所知 为十日已准东西 人骨已标行路儿 一千六百多年前 东晋高僧发险一行人 去西天取经 在这流沙漫天一片死寂当中 只能依靠着太阳的位置 来辨别方向 凭借着路上露出来的白骨 来确定路标 看来这历史上去西天取经的 可不止唐僧一人 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主角 东晋高僧发险 才是中国古代去印度求法的第一人 比这玄奘还要早上两百多年 这一路上的大江大河 荒漠雪山 完全要靠着双脚来度量 堪称古代超级旅友 发险大约在公元337年 出生在今天的山西临坟 当时叫做平阳 属于杰族人建立的后赵政权的统治区域内 五湖乱华期间 虽然北方一直是兵荒马乱 但是这湖人对于佛教一直很是推崇 佛教也就在中原是遍地开花 法险在家的时候 姓公 这公家原本有兄弟四人 但是不幸的是 法险的三个哥哥相继摇折了 法险三岁时 读信佛教的父母 担心他也长不大 于是便把他送进了寺院 剃度成了小沙米 希望获得神佛的保佑 平安长大 由于他年纪太小 剃度之后 在家中住了这么几年 有一年 这法险突然得了一场大病 眼看着就快不行了 父亲赶忙把他抱进了当地的宝峰寺 出人意料的是 法险在寺院中 仅仅只住了两个晚上 这病就不翼而飞了 更想不到的是 这一住 法险还住上瘾了 母亲来接他回家 法险愣是一百个不乐意 无奈之下 母亲只好在这寺院的大门口 搭了这么一个简易的小屋棚 好时不时的 看上儿子那么急 几年之后 法险的双亲相继离世了 心中没了牵挂 法险从此是彻底定下心来 在这寺院当中专心修行 当时的寺院都拥有自己的田产 用来维持僧侣们的日常生活 有一天 17岁的法险与几十个沙米在天中割稻子 正干的是汗流加倍热火朝天的时候 这一群标形大汉闯了进来 一个个是拧着眉瞪着眼 不由分数 伸手便将小和尚手中的稻米抢了过来 十几岁的小孩子哪见过这种架势 吓得赶紧扔下了手中的镰刀撒腿就跑 只有法险一人站在原地时纹丝没动 开口对那些个盗贼说 你们如果真的没饭吃 你们就随便拿吧 不过看你们今天日子过程这般田地 那是因为你们前世就没有给别人失守 所以才得到了这样的果报 如果你们现在还要抢夺别人的粮食 恐怕来世的日子更加的不好过 贫僧我真是为你们担忧 说完法险转身迈不离去 被法险这么一说 前一秒钟还气势汹汹的盗贼 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是纷纷的扔下了手中的粮食 蔫儿蔫儿的就走了 法险以一己之力 说服了一大帮的盗贼 弃恶从善 寺院中的僧人们对他是刮目相看 法险在寺院中过着沉中目骨 参禅打坐的宁静生活 这一晃就是40年 在50岁左右的时候 他来到了长安又住了10年 这期间他拜访高僧学习经典 自己的修行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当时的佛教虽然大为盛行 但由于汉地缺乏戒律经典 一直没有完整的一套规章制度 来规范僧人们的行为 一时之间是公说公有理 这婆说婆有理 看着上层僧侣们的生活 是越来越的越浮华 发险日渐焦虑 已到了花甲之年的他 突然之间冒出了 想要吸附天竺 寻求戒律的念头 一戒中妥戒律残缺之客 看来老夫我要亲自走这么一遭 放到让僧人们了解 佛门戒律的真正意义 金安帝龙安三年 也就是公元399年 发险与同伴惠景 道整 惠应 惠围 一行五人从长安出发 朝着心中的圣地走起 那一年发险已经62岁了 在途中又遇到了几位同道中人 西行的队伍一度扩张到了11人 当时走丝绸之路可不容易 既没有飞机火车和自行车 也没有任何的地图定位和攻略可以参考 看来这古代最想去探访异域邻邦的 不是外交家和航海家 也不是什么商人和文人 而是一群求法心切的和尚 他们是披行待遇 风雨兼长 一直在这路上 在西行取经的漫漫长务之上 发现一行人遇到的第一个困难 就是杜沙河 白龙堆沙漠 就是我们一开始描述的那个场景 白龙堆沙漠气候干燥 是有热风流沙 一个不留神 整个人就会被卷入流沙当中 凶多吉少 历经17个周夜 发现一行人 艰难跋涉 终于走出了沙漠 来到了当时的西域小国楼兰 就在他们庆幸终于走出了沙漠 打算稍作休整再出发 没想到一个更大的麻烦 早已等候他们多时 那就是传说中的 进去就出不来的塔克拉玛大沙漠 发现一行人又走了一个月零五天 这才再一次的成功的穿越了沙漠 抵达于田国 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和田 这于田国是当时西域佛教的重镇 他们在那住了三个月 等到翻越小雪山时 启程时的十几个人 此时有的走散 有的病故 有的折法 只剩下法险 慧景和道政三个人 这个小雪山 指的是阿富汗境内的苏纳曼山 小雪山常年积雪 阴冷异常 他们爬至雪山的北阴处 忽然一阵寒风骤气 一路上 由于奔波劳累 早已体力透支的慧景 敌波风寒 打着寒战 口吐白沫 对法险说道 我不行了 你们继续前行吧 不能让大家都葬身在这儿了 说完就演气了 法险抱着慧景的遗体 哭诉道 取经大月还没有完成 你却先离开了 命运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法险与道政不得不气类前行 终于翻过了小雪山 虽然悉行取经是一路颠簸 但眼看着天竹离自己是越来越近了 他们的心里倒也有些欣慰 这样抵达天竹时 王舍城附近有这么一座寺院 这一天天色渐晚 法险便留宿在这里 想着第二天就去灵九山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法的地方 寺院中的僧人都劝道 那路可不好走 而且还有很多黑狮子 过去可没少吃人 你还去吗 法险执意要去 我长途跋涉到这里 也不知道还能在乎多少年 这心中数年来 虔诚的誓院 怎么因为几头狮子就放弃了 众人见劝不动 第二天就派了两名僧人护送他 当他们来到灵九山 天色已近黄昏 法险就想留在山上过夜 什么 山上过夜 结果护送他上山的两个僧人一听 吓得是脸色苍白 小的树不奉为 这两个人扔下法险 转身就开流了 法险独自留在山中 烧香礼拜 观瞻圣祭 夜深人静的时候 山中果然窜出了三只黑色狮子 蹲在法险的面前 舔着嘴唇 摇着尾巴 死死的盯着法险 法险一心念佛 好似没看到狮子一样 诵经不断 他心中念叨着 你们要是想吃我 先等我把经送完 要是想试炼我 你们就赶快走吧 这场人寿对峙的场面过了很久 三头狮子这才知确的转身离开了 历经千难万险 公元402年 天主终于展现在法险和道整的眼前了 二人开始周游各国 遍访佛寺 印度僧人对他们不远万里前来求法 都深表钦佩 在那段日子里发险是如鸡四口的学习着凡语 不停的抄写经卷 就这样又过了很多年 有一天道整从外面回来 看着厚厚的经卷 惊奇的问道 师兄 抄写这么多经卷 难不成还要带回中土吗 法险同样惊奇的问道 难道师弟不准备回去了吗 道整语重心上的说 中原纷争不断 佛门规章也乱 我们好不容易脱离了苦侃 何必再回去呢 可是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来取经的呀 如果不回去 那汉帝的僧人不是一直得不到教化 我们把这些经卷带回去 才能让他们一起进步 道整由于片刻说出了心中的忧虑 回去的路啊 同样是九死一生 很可能经卷带不回去 咱们也丢了性命 请师兄三思 发现再三沉思 还是不忘初心 于是告别了道整 一个人继续四处游历 不停的收集经卷 抄写佛经 还渡海去了狮子国 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 此时发现在异国他乡 已经漂泊了十二年了 一天早上 发现在狮子国王城的吴卫山寺院 突然眼前一亮 自己竟然看到了一把来自中国的白捐团扇 供奉在佛台上 发现一眼就认出了 这种娟善只产自于中原禁地自己的故乡 发现看到这一幕啊 倍感亲切 一时之间不悟伤情 回想起自己漂泊一遇十余伞 而一起起上的同伴早已不在身边 孤苦伶仃的他内心欺人 那一刻不禁是泪眼婆娑 面对茫茫大海 黏玉古稀的发现 知道自己的归期难测 或许呢 因为经历过沙漠和雪山的痛苦 他这次想走海陆回去 从此呢 他心中便开始 翘首以盼回家的大船了 东晋一夕七年 公元411年8月的一天 截然一身的发现 已经完成了自己取经求法的誓愿 终于搭上了回一架的商船 这可是一艘可以承载200多人的大船 不料 大船刚下海仅仅两天 就遇上了飓风 这大风狂吹了13个昼夜 掀起了层层的巨浪 这一波又一波的巨浪不断的拍打着船身 最终击破了船体 大量的海水灌进了船舱 船上的人都十分的害怕 纷纷将随身的杂物扔进了海中 以减轻船身的重量 发现呢 也将自己随身携带的其他东西都扔进了大海 只是双手紧紧的护着装满佛景的箱子 可是啊 这情况仍不见好转 众人慌乱不已 只见呢 此时发现是双眼紧闭 口中不断的念诵着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祈求神佛的保佑 最终奇迹出现了 风平浪静了 一船人是有惊无险 最终啊 船员们惊奇的发现 这大风啊 竟然将船吹到了一座小岛上 船员们补好了船上的漏洞啊 继续是扬帆启航 大海茫茫难以辨识方向 只能望着日月星宿前进 是有大浪席 是有风雨雷电 经过一百多天的漂泊啊 这艘船呢 飘到了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在岛上停留了五个月之后呢 发现又跟随其他商人 换船继续北航 打算在广州登陆 不料航程中啊 又遇到大风 商船呢 失去了方向 只能是随风飘荡 正当啊 山穹水尽弹尽粮绝的时候 人们惊奇的发现 他们竟然已经到岸了 发现看见岸边的两个猎人 赶忙问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一问才知 原来商船呢 被吹到了山东青州 长广郡的牢山 也就是今天 山东青岛的牢山 知道自己终于回到了中原了 发现长出了一口气 那一天是东晋一夕八年 公元412年的7月14日 这一年呢 他已经是78岁的老人了 回顾自己十多年的取经经历 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正如发现后来所说的 故寻所经 不觉心动汗流 但是呢 他终于将十多年收集的佛经 带回到了中土 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在他看来 这一切也都是值得的 在他生命最后几年的时光里 发现志在弘扬戒律 以年迈之去 一直勤勉的进行着翻译 梵文经典的工作 他与中外的佛教徒一起 在南京道场寺 溢出了摩河僧旨律 《倪环经》等六部二十四卷经律论 约一百多万字 发现意识的倪环经 在当时是广为流传 据说南京朱去门有这么一户人家 世代信佛抄写了这么一部倪环经 并且经常读诵供奉 后来这户人家遭遇火灾 家中物品全部都被烧光 唯有这部倪环经 竟然连封面都没有破损 这件事在南京城广为流传 人人感叹经术的神奇 发现还将自己悉行取经中的所见所闻 写成了佛国记 别名是发现行传 这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 完整的旅行游记 也是一部集地理历史社会宗教之大乘的杰作 后来这本书被译成了英法日印度文等版本 为中外文化交流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元席二年公元422年 高僧法显在荆州新寺安然元祭 接受了他传奇的一生 享受是86岁 法显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 真正抵达印度本土求得佛经 并成功归来的中国僧人 佛国记结尾说 京城所至穷路开通 志愿所在工业有成 他的西行和东归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为佛法在中土洪传奠定修炼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如鹿亦如电 英所如史观 这样的精妙押韵 将哈语之美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佛经家具 我敢拿读 您绝对想不到 竟是出自于西域的一位高僧之笔 谁呢 此人叫做揪摩罗石 不仅如此 许多流传之间快是人口的词汇 水口这么一说 您肯定听说过 比如说世界一尘不染 小如飞飞 粉身碎骨 苦海 蔚来 新田等等 均出自于他的笔下 在佛学史上 旧摩罗石与玄奘不空和真定 并称之为中国四大一经家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旧摩罗石的传奇一生 距今大约1700年前 在咱们今天新疆库车地方 有一个叫做秋辞国的地方 土地丰饶富庶 百姓的安居乐业 上至国王 下至百姓 人人是笃信佛法 秋辞国每年举行一年一度的大法会 这国王特地邀请了地位崇高的高僧 前来宣讲大乘佛教 普度众生 周围国家的国王也都会闻讯而至 指点讲法大庭的正中间 摆着一个由纯金打造的宝座 上面有能功巧匠雕刻着熊师 形象是威严肃木 寓意着佛法修炼 应该如熊师一般勇猛精进 再一看 平日里贵为王室的国王们 一个个是齐刷刷的 跪在宝座的一旁 静静的恭候高僧的到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万众瞩目之下 一位眉清目秀 五官端正 相貌俊朗的年轻人 迈步走了进来 再看 刚才还跪着的国王们 此时是恭恭敬敬的 匍匐在地 请高僧踏背前行 生怕这污浊的土地 玷污了高僧 高僧是一步步 登上了黄金狮子宝座 这位就是 鞠摩罗什 鞠摩罗什在秋思国的地位 十分的显赫 自己的母亲齐婆 就是秋思国国王白纯的妹妹 齐婆从小聪慧伶俐 美丽动人 身上还长有一颗红制 很多占卜的相士就说 将来你一定会生下一位 智慧非凡的贵子 当然 这样一位地位显赫又美丽的家人 当然也少不了许多追求者 来自西域三十六国的国王和王子们 是纷纷上文提亲 不过 齐婆倒是一个独妹相众 直到二十岁那一年 从中天竹 也就是咱们现在印度 来了一个叫做 鞠摩罗炎的僧人 舍弃了自己显赫的家族身份 志在修佛 听说秋思国的王室成员 笃信佛法 并开造佛教时空 自己是非常的向往 所以是一路风尘仆仆翻山越岭 来到了秋思国 而国王白淳非常的高兴 亲自迎接 并拜鞠摩罗炎为自己的国师 可没想到 齐婆见到鞠摩罗炎 一见清心 发誓非此人不见 而鞠摩罗炎 看见眼前的齐婆 长得是明眸好指 楚楚动人 自己也是烦心大动 一来二去 两个人是互生情愫 最终 鞠摩罗炎 一咬牙一跺脚 干脆还俗 两个人玩婚 没多久 齐婆就怀有了身孕 说来也怪 自打怀了这孩子之后 齐婆就感觉自己 特别的向往佛法 听闻 鞠摩大四 有很多得道高僧 就组织王室贵族的女子 到鞠摩大四 摆设供品 请斋听法 自己竟然也无视自通 看懂了梵语经书 众人无不嘖嘖称奇 不用说 肚子里的孩子 与佛法有缘 将来肯定是一位 了不起的高僧 果不其然 在产下鞠摩罗石之后 齐婆对佛法理解的 更为深刻 就动了想要出家的念头 可没想到 自己的丈夫此时 是强烈的反对 我原本是出家修行之人 当初就是为了你 我还俗了 现在你要我出家 我怎么办呢 死活不肯答应 这一晃几年就过去了 直到自己第二个孩子出生 一次出城游玩 齐婆看见一片坟地 和散落在地上的枯骨 深感人这一生 无论活着的时候 多么的光鲜亮丽 到头来 也不过就是一堆枯骨 这次算是下定决心 回去必须出家 齐婆一开始 软薄硬泡 直到最后是干脆绝食 直到第六天的晚上 眼看着齐婆是奄奄一息 居莫洛言 这才软起心来 一口大言 齐婆最终如愿以偿地 带着自己七岁的儿子 居莫洛时和自己 一同出家修行 居莫洛时 可别是天宗英才 不到一岁 便能开口说话 三岁能识文段字 五岁就能开始博览群书 凭借超群的记忆力 出家之后 每日背诵上千首的记忆字 咱们按着一首记忆字 三十二个字来计算 也就是说 居莫洛时每天能背诵 三万两千多字 什么概念 这要是搁在今天 妥妥的最强大脑 齐婆出家后 勇猛精进 为了避免接受太多的供养 齐婆带着年幼的 居莫洛时 四处云游 就到了寄宾国 在寄宾国 居莫洛时 遇到了大法师 盘头达多的指点 开始学习小成佛教 而盘头达多 是寄宾国国王的堂弟 此时已经是名扬诸国 而盘头达多 也经常当着 寄宾国国王的面 夸在居莫洛时 有一次寄宾国国王 打算请居莫洛时入宫 与一群外道论辩 顺便看看居莫洛时 到底像不像自己的堂弟 盘头达多所说的那样 精通佛法 外道们一抬眼皮子 一看眼前 站着一个乳羞尾干的小皮孩 压根也没放在眼里 结果一张口 啥样 居莫洛时 眼睛剧脸 一番论战下来 博得这些个外道是铁无弯封 各个牙口无言 面红耳赤 只好伏地敬礼 寄宾国国王这才又惊讶又敬佩 感冒好生的供养 生怕有所待满 据说每日负责洒嫂 照顾起居的和尚 大大小小多达15个 这一天 齐婆带着鸠摩罗时 来到了玉之北山 走着走着 对面迎来了一位不知名的大和尚 这大和尚一眼瞧见 鸠摩罗时 先是一愣 紧接着对齐婆低声说道 你应当小心守护 身旁的这位小和尚 如果说到了35岁 他能够守身不破戒 则必能大行佛法 度人无数 倘若不能恪守纪律 恐怕就只能做一个 通晓福家经典的法师罢了 没想到此话是一语成诚 不久 鸠摩罗时和齐婆又去了 沙勒温宿本国 那么在沙勒 鸠摩罗时向大乘法师 虚约利苏摩潜行学习大乘佛法 另外 鸠摩罗时还精通阴阳心算 占卜吉凶等等 没多久 沙勒国国王 并邀请鸠摩罗时 声作讲解 转法轮精 在西域诸国中 声名声大噪 轰动一时 眼看着鸠摩罗时 在西域诸国中 名声是越来越大 自己的舅舅 邱辞国的国王 白臣坐不住了 亲自前往了温宿 我迎回了母子二人到邱辞 广说大乘诸精 四方之人都十分的宠敬仰慕 鸠摩罗时到二十岁的时候 在王宫受了比丘界中 最高级别的巨族界 又过了几年 其婆告诉自己的哥哥白臣 说 秋思不久要衰落了 我打算去天竺 继续修学佛法 离心前 他又对鸠摩罗时说道 大乘佛法应该要在东土弘扬 那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但是此行一路曲折艰难 你怎么想的呢 鸠摩罗时说 菩萨又涉及为人的境界 为使大乘佛法在东土流传 甘愿赴唐导火 无怨无悔 送走了自己的母亲 鸠摩罗时 独自留在秋刺湖二十年 继续钻研大乘经伦 彻底提悟了其中的奥秘 随后呢 鸠摩罗时每年是登座奖法 名声也是日渐传到了中国 中原的帝王为争夺这位西域僧人 不惜发动了两次战争 此时的中原正处于东晋十六国的割据时期 前秦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国家 前秦的皇帝福坚 仰慕汉文化 重用汉人 实行汉化改革 促使民族融合 最终统一了北方 一天 太史向福坚奏报 说有一颗异星出现在了西域分野 这表明了 不久会有一位大智大会 品德高尚之恩 为了辅助中国 福坚一听大喜 认定此人普天之下 非鸠摩罗时莫属 于是派遣手下大将吕光 率领七万大军去秋辞国 实际就是奔着鸠摩罗时去的 出发前特意交代给吕光 朕听说 须有鸠摩罗时和洞悉宇宙间的一切事物 还擅长阴阳之术 贤者之人来国之大宝 帝王应天理而治理国家 以爱百姓为根本 记住 此行绝费是为了贪图利益 而去征伐别国 只是为了邀请有道之恩 辅助镇 宇光这边带领部队 向秋辞国的方向 刚一出发 身在秋辞国的鸠摩罗时 就有所察觉了 赶忙对自己的舅舅白晨说道 不久之后 会有强敌从东方而来 我劝陛下您最好能够遵对方被上兵 恭敬对待 不要与之对抗 秋辞国的国王白纯拒绝交出鸠摩罗时 最后双方还是免不了的兵戎相见 最终经过这半年的敖战 吕光大破秋辞国 鸠摩罗时的被俘 虽然福间对丘摩罗时是非常的敬重 可是派出的大将吕光可不信佛 而且此人是粗暴无礼 压根不设善茶 言语间对鸠摩罗时是非常的粗鲁 甚至是屡次公开羞辱鸠摩罗时 将其绑在了笨牛猎马之上当节游行 而自己则坐在高处 远远的看着鸠摩罗时 狼狈不堪的样子是哈哈大笑 这一番羞辱之后 吕光觉得不贵 对鸠摩罗时是不依不饶 甚至是变得加厉 先是强迫鸠摩罗时与他的表妹 也就是秋辞国的公主成亲 鸠摩罗时一听就不敢了 言词拒绝 吕光一看 小的嘴挺硬 只有让你行也点行 不行也点行 怎么办呢 用酒将鸠摩罗时灌的是酩酊大醉 再将酒醉的鸠摩罗时和表妹 两个人同房 最终鸠摩罗时破了色戒 吕光这才收手 这破戒可不是个小事 甭管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 僧尼是一律不得破戒 如此一来 鸠摩罗时内心是羞愧难当 虽然内心痛苦万分 可是还没有忘记兑现自己的承诺 佛法传向东土之路 不能因此而耽搁 所以就随着吕光的大军往回走 这一天在回头的路上 吕光的军队是人困马乏 就打算在山脚下的一处平坦之地 安营扎寨 不料鸠摩罗时却提醒吕光 大将军此处不宜安营扎寨 应该把军队迁往高处 此地恐怕会有灾火发生 吕光一听就不高兴 欣笑我是大将军 你是大将军 行军打仗之事 用得着你管我吗 没想到 当反是大雨滂沱 引发了山洪 数千将士是溺斃身亡 吕光这才觉得 鸠摩罗时却有过人之处 好不容易 人马来到了梁州 这个时候 吕光却得知 福建因为率百万大军 攻打东晋势力 而被龙襄将军姚长逼迫自尽 姚长称帝建立了后勤 悲章之余 吕光下令军队身穿稿速 军中是一片的哀悼之声 从此吕光干脆就驻兵囤守在了 梁州称王 使称后梁 据波罗时在梁州一带就是17年 自己一边学习汉语的 音韵语法 博览群书 熟读汉剑的复文 一边搜集的凡虎佛经 专心前修佛籍 俗话说人的名书得赢 这姚长久闻 旧波罗时的大名 派人专程去梁州 打算请旧波罗时为自己讲法 可是吕光死活不肯放行 直到公元401年 姚长的儿子姚兴继位之后 度信佛教 为了完成父亲的夙愿 开始发兵攻打梁州 最终后梁不敌后勤而投降 据波罗时终于在58岁时被护送至长安 也就是咱们今天的陕西西安 得知据波罗时要离开梁州 梁州一带的僧俗是万人上街 夹到焚香香送 撒泪告别 后勤皇帝姚兴亲自出城迎接 尊旧波罗时为自己的国师 并将他安置在鬼风山下的逍遥园中 从后勤红使四年2月份开始 旧波罗时应姚兴的邀请 开始与800大德高僧一起翻译佛经 我们所书制的金刚经 阿弥陀经 大品般若经等佛教经典 都是旧波罗时及其助手的成果 由于他翻译的佛经 传译准确 语言优美流畅 朗朗上口 特别为中国佛教徒们所乐诵 旧波罗时翻译佛经 本来十分繁忙 这个时候 姚兴却认为 旧波罗时的智慧乃天下敌 如果没有后人 岂不是大大的可惜 打算替高僧传宗接代 保留着良好的基因 索性找来了十名歌迹 逼着旧波罗时取其生子 据高僧传记载 众僧人一开始 对其取其生子一事是议论纷纷 有的甚至越约欲试 也打算效仿旧波罗时 旧波罗时便召集众人 手里拿着一个装满了银针的薄 说道 如果你们能像我一样 把这一薄的银针都吃下去 你们也可以取其 说完 一仰薄 一薄的银针 一个薄辣 全都吃进了路 众人一看是面面相聚 哑口无言 公元413年 70岁的旧波罗时 感到自己阳寿将近 向众僧人道别道 希望我所翻译的经典 能够流传后世 我在此立誓 如果我翻译的经典没有谬误 那就让我生死之后 留下我的舌头 作为舌利 不有之后 旧波罗时源自于草堂红叉 也就是咱们今天的西安的草堂寺 一体火化之后 胆地身体粉碎 只有三寸薄烂之舌 成为了世间仅有的珍贵的舌舌利 至今保存在甘肃 五威梁州的旧波罗时寺 虽然旧波罗时系统的主持了翻译 经律论传等300多卷 对佛法在中国流传的贡献无人出其用 但对他自己而言 作为施教僧人 破了色戒的代价可谓是损失惨重 他常说 臭泥中生莲花 但采莲花误取臭泥 可见他内心的自责与悔恨 并告诫僧人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在佛教中有个说法 不是徒弟找师父 而是师父找徒弟 今天我们就讲一个一位得道的高僧 一只芦苇渡江 跨越千山万水 去寻找一波传人 说到这儿 估计您已经猜到了咱们今天的主人公了 就是达摩祖师 一句南朝484多少楼台言语中 就将这当时南北朝时期 佛教圣机一时的景象 描述的是淋漓尽致 也就在这个时期 一位带着师父嘱托的南印度高僧达摩 在南海登陆了 踏上了这片土地 当时南北朝是各地纷争不断 但是这南朝两五地消炎统治下的长江一带 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象 消炎是静僧礼佛的美名是近人皆知 这里到处都可见到是大大小小的寺庙 陈中木骨笼罩在这片土地之上 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一片净土 要说达摩此次东土之行是带有使命的 达摩的师尊在元祭之前特意的嘱托达摩 我元祭又是七年之后 印度佛法恐将遭受破坏 你要去东土传法 东土多有大德之士 具有盛大气象 佛法将会在那里兴盛 切记不可到南方 那里的君主喜好工业 而要到北部去传法 就这样 达摩带着佛法东传的使命 从广州登陆了 行思来行思去 干脆会一会这两五地消炎 看看这个号称皇帝僧人的两五地 能不能成为自己的一波传人 两五地这边听闻 释迦摩尼弗第28代传人达摩特地从印度来打算拜见自己 心中那是洋洋自得 安安自喜 心想不用说 肯定是自己这么多年来 建庙修福 声名远扬 连达摩祖师都亲自来了 要是能得到达摩祖师的两句夸奖 那甭说 以后更加倍的弘扬佛法 净水波机是黄土电道 好一番隆重的迎接场面 两五地对达摩是毕恭毕敬 视为上宾 看着眼前这位高僧 两五地心里这个美呀 就等着达摩开口夸自己呢 结果达摩两眼一闭 七顶神仙一言不发 这气氛可有点尴尬 这时恰好一阵清风吹过 防炎悬挂的风铃是随风而动 两五地是满脸堆笑 这没话搭话说 这风吹灵动达摩说不是灵动 是心动 得一句话把这两五地给噎回去了 慢慢的两个人就开始谈论佛法 聊着聊着就聊起了功德 两五地这个时候来精神了 满脸堆笑问达摩 震这一声是广造妙语 多为不失 抄袭经文无数 大力弘扬佛法 您看看我这功德怎么样 本以为达摩得对自己好一顿夸 没想到达摩都没正眼看梁武帝 没有功德 梁武帝一听心里之所哑话 心想这印度高松这是真不会说话 好吧 依你说如何做才算有功德呢 梁武帝心想 只要你说得出来 我总有办法做得到 达摩笑了笑说道 你做的这些乃有为之举 图具形式不足挂齿的 小德就好比这人的影子 又比如这镜中花水中月 看似有实则没有 真实的功德是美妙圆容的佛法智慧 忘掉自己达到空即无我的境界 这样的功德 那可不是靠着世俗的有为之举能够求来的 梁武帝一听急了 心想怎么着 就凭你这一句话 感情我这些年干的这些个盖庙诵经的事都白费了 这不成啊 接着问 请问大师 圣人所求的最高真谛又是什么呢 达摩回答道 本一同性 其实无胜无闲 那意思是告诉你 众生平等 人人皆有佛性 诗人眼中的凡人和圣人 在佛家眼里看都是平等的 不过都执着于世界的名利情而已 梁武帝心想 既然圣人和凡人像你说的都是一样的 那我得问问你 你到底算是圣人呢 还是凡人呢 就问道 那么我面前和我说话的这个人是谁呢 达摩回答的更绝 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梁武帝听这话 心里这个气啊 心想这是印度来的高僧吗 到处跟我这抬杠啊 这是 其实达摩说的这句话还是有来历的 当年达摩是南印度乡治国储君的时候 心中就这么个谜团 未曾生我 谁是我 生我之时 我是谁呢 为了解开自己心中的事迹疑问 这才出家修行 法号达摩 按理说 此时的达摩也没到这圆满的境界 也确实无法认识自己最终的生命状态 所以呢顺口就回答说不知道 可是梁武帝哪有这么高的悟性啊 最后这两个人是越聊越聊不到一块去 梁武帝干脆就撂下一句话啊 话不投机起身转身而去 没想到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就这样是不欢而散 而此时的达摩心里也明白了 像梁武帝这样被世人认为是一心修佛的皇帝 并非真修之人 更不可能成为自己一波的继承人了 想起了师父临终前让自己到北方去 于是达摩是离开梁武帝的都城继续向北走 这边梁武帝把自己的遭遇是一五一十的 告诉了身边的国师 这国师可是个修炼有素的僧人 一听不对劲赶紧问现如今这位高僧人在何处呢 梁武帝说自己也不知道 估计应该是走了吧 国师大念一声阿弥陀佛 那达摩法师是得到了佛法真传的高僧 此行必定为弘扬佛法而来 梁武帝一听国师这么说 也觉得好像自己太过鲁莽怠慢了高僧 怎么办呢 赶忙下令派骑兵赶紧去追 无论如何也得把这达摩祖师给我请过来 大黄公里出来之后 达摩一刻也没闲日夜兼程的向北方赶 这一天走着走着 眼前出现了一条大河挡住了自己的去路 只见这条大河是水流湍急 波涛汹涌 突然听到身后有大队人马的声音 达摩回头一看呢 我不其然 梁武帝派来的骑兵追来了 此时去意已决的达摩随手就在这江边折了一只鲁尾 一挥手扔在江中 自己是纵身一跃 踏上鲁尾 乘风破浪 朝着江对岸去驰骋而去 追来的十几个骑兵 各个的看傻了眼 五月松山中的邵氏山 群山巍峨 层林密布 邵林寺 故此得名 达摩来到这里 顿时觉得是心情舒畅 佛门境地 自己便踏入了少林寺内 一听说印度高僧达摩 亲临少林寺 四月可开了锅了 主持方向赶忙的带着僧团列队迎接 这边安排后厨准备好上等的斋饭 打扫残房 老方丈是再三请达摩为众弟子讲法 之间达摩苏在讲坛之上 足足一个时辰是一言不发 突然之间起身是离析而去 留下一众僧人是面面相聚 谁也搞不懂啊 这念的是哪门子经啊 达摩是用这种方式点化大家 修炼的根本呢 是在于安安静静地向内心修炼自己 而不在于用轰轰烈烈的表面形式 只是这众僧人呢 没有人能够领会 这就是没有缘分 达摩感受到自己的衣钵传人就在这少林寺 或许是这个人还没有来 或许是自己的修为 还不足以去选择乙伯传人 于是达摩就在这少林寺后山的一个山洞中 打坐入定 这消息可就传开了 都知道少林寺来了个外国和尚 在这里打残不动 这一座可就是九年 日积月累啊 身上早已落了厚厚的一层尘土 身上都长了草了 甚至这影子都印到石头里了 这一天 有位僧人是慕名而哀 二话不说 扑通就跪在了达摩的洞前 常跪不起 这一天天降大雪 是雪是越下越大 第二天早晨呢 只见洞外那位僧人 半个身子已经埋在雪中 只剩下上半身 直挺挺的溢在雪地中 是毕恭毕敬 这时达摩说了句 你在风雪中跪着这么久 有什么事求我吗 这僧人赶忙说 弟子有一个愿望 请师尊收我为徒 广传佛法 扑多众生 佛法是无上的妙道大法 怎么能轻易收徒传人呢 除非这天上降下来的雪 变成红色的 僧人听闻此话 想了想 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了一把刀 收起刀落 斩断了自己的左臂 扑一股的鲜血喷出 顿时将这雪地是染红一片 自己右手将这断臂是毕恭的 放在了达摩的面前 以示自己修炼的诚意与决心 最后达摩被这位僧人的前承和勇敢所感动 答应收他为徒 并赐名为慧可 这就是禅宗的二祖 两人也成就了一段施图恩 有人把这段典故总结了一幅对联 一尾渡江何处去九年面壁 带人来 据史料记载 达摩在少林寺将一波传给慧可之后 自己就到了熊古尔山下的定林寺 传伐五年 与梁武帝大同二年 公元536年的十二月元祭 中年150岁 梁武帝笑眼亲自撰写了南朝菩提达摩大师 宋碧续的碑文已是对达摩大师的纪念 据说几年后有人在西域遇见达摩了 手持缠杖 跳着一只鞋子向西方归去 皇帝听说此事觉得很奇怪 于是命人就挖开了达摩的墓葬 只见棺材里面只有一只鞋子 这时人们更加相信 达摩在中国找到自己的衣钵传人 完成了使命 功成圆满 梁武帝曾经请著名画家张僧尧 为一位陈师画像 画龙点睛这句成语 就是来自于这位画家 可是还没画完呢 张僧尧就被这位陈师给惹脑了 为什么呢 咱们说啊 你再怎么好的画家 这画人也得看着一张脸画吧 可是这位陈师的脸是 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一变 结果把画家给惹毛了 说 你这是在耍我吗 那接下来呢 更令人震惊的场景就出现了 陈师看画师集了 表白自己没有有意捉弄的意思 说 我本来就是要给你看真容的呀 不然的话 我还需要这么变吗 然后呢 他来了一招绝的 只见陈师啊 用手指往脸的中间从上到下滑了一下 然后双手一撕 竟然把外面这一张面皮撕开了 从中呢 献出了里面的另一张面孔 不要担心啊 不是画皮那样的鬼脸 这个禅师呢 是个德道高僧 那么这脸皮里面 是什么样的面孔呢 原来啊 里面竟然是 荧光闪闪的观音菩萨的形象 而且呢 不是只有一张观音菩萨的脸 而是一张又一张 一张又一张 一张又一张 一共显现出12张观音菩萨的脸 这件事呢 最早是记载在公元942年的敦煌文书里面 到了祖秀撰写的南宋典籍龙兴编年通论里面 还描写着这些观音菩萨像是 妙像疏离或慈或微 也就是相貌非常的殊胜美好 有的显现慈悲 有的显现威严的样貌 那么献出如此法相的这位禅师是谁呢 他就是南北朝时期生活在南齐和南梁的著名和尚 宝治禅师 宝治禅师以神通和不休蝙蝠的言行闻名 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神僧之意 有人认为寄宫的故事 有一部分就是取材于宝治禅师 也有人认为宝治禅师就是寄宫的原型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他的故事 宝治禅师俗姓朱是京城人 京城就是今天的甘肃兰州 他的身世很奇特 他是母亲捡回来的孩子 而且别人捡孩子是从地上捡的 他呢 是从树上捡的 根据《神僧传》的记载 有一天 朱氏夫人听到树上老鹰的巢中传来了婴儿的啼呼声 他就搭梯子上树 发现了宝质 就把他抱下来 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 这个婴儿长大以后啊 面方儿迎彻如镜 手足接鸟爪 就是说呢 他长着一张方脸 晶莹剔透的如同镜子一般 手脚都像鸟的爪子 他七岁的时候拜京师健康道林寺的增减为师 出家修行 到了刘宋太史初年 也就是他47、8岁的时候 行为发生了变异 从一个好端端的庙里参禅打坐的僧人 变成一个邋遢僧了 居住无定所 吃喝不准时 头发留了好几寸长 手里拿着一柄膝杖 杖头是稀里哗啦挂着剪刀 扶扇 镜子之类的东西 有时候还挂着一两块布 光着脚游走在街头巷尾 过了些年 齐高地萧道成建立南齐 保质也六十出头了 人们发现 他越来越不一般了 几天不吃饭也没有饥饿的样子 和人说话 总是隐藏暗语 起初人们并不明白 后来才发现 他的话都应验了 这使得京城健康的人 从百姓到贵族都开始崇拜他 时常拿好东西来供养他 又过了三年 齐武帝登基 认为保质 妖言惑众 就下令把他抓起来关进了监狱 人们私下议论 人家禅师到底犯了什么罪 说几句真话 怎么就妖言惑众了 第二天天亮 气势上人来人往 渐渐热闹起来 当人们正在感叹 再也见不到那个 禅杖上挂了一堆零碎的光脚和尚的时候 盼眼一瞧 咦 对面来的是谁啊 那不正是保质禅师吗 他正和平时一样 在街市中闲逛呢 这个消息是一传十 十传百 不久就传到官府衙门了 难道保质越狱了?管事的吓了一跳 赶快到狱中一看 保质还好端端的待在监狱里呢 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 这保质在监狱里过得还算不错 这不到了饭点 他对玉莉说 门外有两个送食物的车 送完用今晚盛的饭 你可以去取过来 玉莉想 还有这种好事呢 就出去看 果然就看到了齐文惠太子和靖陵王萧子良 两个人都用今晚盛的食物 给保质送来了 当时的健康市长是刘文贤 他把这些事情都奏报给了齐五弟 齐五弟觉得 这保质好像确实不一般 也不敢太得罪了 就把他引入宫中的华林园居住 但是还是不让他出去 不给他自由 结果不久又有人来报 说景阳山上又发现了一个保质和七个僧人在一起 五弟很生气 啊 居在宫里 身上没有这个墨点 那就不是真的保质 不需要把他捉回来了 这个办法不错啊 宫里有个保质老是待着 外面有个保质趴趴走 哎 还不止一个 据梁高僧传中记载 当时有一位叫法县的僧人首领 想送一件衣服给保质 就派人到龙光祭宾两个寺庙找他 庙里的人都说 保质昨晚在他们那睡完觉已经走了 又到保质常去的利侯伯家寻找 利侯伯说 保质昨天在这里行道 今天还在睡觉呢 没有醒 来人回去告诉法县 才知道 保质是分身三处睡觉了 看来这保质是想分几个身就分几个身的 在宫里的这个保质 也没闲着 齐武帝常在华林园召请保质 据说 保质曾经用神通让齐武帝看见已逝的齐高帝 在地狱里饱受追刺刀砍的折磨 齐武帝因此就废除了追刺刀砍的刑罚 齐武帝有一天又请保质 保质来了 大家一看 他头上戴了三顶帽子 差点笑出声来 只觉得奇怪 可是不久就笑不出声也不奇怪了 因为谜底揭开了 齐武帝死了 还有文慧太子和豫章王 三个重要的人物都相继去世了 在历史上 南齐的前两任皇帝齐高帝和齐武帝 还算是勤俭治国历经徒治的 以后的皇帝就一个不如一个了 保质还是被拘在宫里 永明年间 也就是保质65到75岁的时候 保质住在东宫后堂 一天天亮 从大门路过 忽然说 门上的血弄脏了衣服 提着衣服走过去了 不久齐肺帝御林王被害了 用车运载出宫 肺帝脖子上的血流到了门槛上 卫士官胡血有病 请问保质 保质在回信上写道 明驱两个字 人们以为 这个意思是第二天要去看他 可是第二天呢 保质并没有去看他 而胡血在这一天死了 尸体运回家 人们正才明白保质的意思是 明日失出啊 公元502年 齐和帝被迫善为于硝烟 南梁建立 硝烟就是梁武帝 那个时候保质禅师已经85岁了 梁武帝即位后下旨 大义士说 保质公虽然身处世俗凡臣之中 却神通广大 水火不能使其浇湿 蛇虎不能使其惧怕 把他像一般人一样的拘束限制起来 有用吗 这不是蠢吗 从今以后准其自由出入 不要再限制了 梁武帝这一点 比南齐的皇帝要聪明多了 可惜南齐的几个皇帝都转不过这个弯来 白白的把这个道横高深的和尚锁在宫里 除了长门给他们报丧之外 其他有利于设计的事 能做的就很有限了 这梁武帝确实比他们多了不少的悟性 保质禅师也乐得帮他 有一年干旱 祭祀祈祷也不降雨 保质对皇帝说 应该在华光殿讲解圣蛮经求雨 梁武帝就让僧人法云讲解圣蛮经 当夜就下起了大雨 保质又说 应当放一盆水再把刀放在上面 一会更大的雨从天而降 全国的汉情都得到了缓解 梁武帝对保质禅师很是敬重 保质对武帝的影响也是很多 称帝三年后 梁武帝便要求王公贵族文武百官等 一起信奉佛教 举国见次 不遗余力 有一天 梁武帝问保质禅师 我今天能当上皇帝不知道前世做了什么功德之事 禅师就告诉他 五帝您前世是一个侨夫 有一天上山打柴的时候 看见一间古庙毁坏了 里面的一尊佛像正遭雨淋 当下就把头上的斗笠取下来 盖在了佛像上面 不惜自己淋雨 佛祖见你有如此敬佛之心 特别赐你转世帝王之家 五帝听说了以后 心里非常高兴 就更加卖力地修建寺院庙宇 希望得到功德福报 不过他这个有求之心反而不好 与修佛无求而自得的境界这区别就太大了 志工曾告诫他说 有求而为使天下百姓人人受苦 各个艰辛 虽是真命天子 难当万民幽怨 后来达摩来中土时也说 梁武帝这样做 并没有什么功德 不过梁武帝也始终没有转过这个弯来 梁武帝信佛半辈子 又是建庙又是把自己卖给了寺院筹款 不够他忙的 但是一切有违法都如换泡影 他对佛教在中土的弘扬或许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就他自己的修行来说 其实还是很成问题的 《太平广记》中说 晋安王萧刚刚出生的时候 梁武帝萧衍派人询问宝质 宝质双手合十 说 皇子诞生了 好得很 然而冤家也出事了 后来推算年月日 肖刚于后来发动叛乱 江梁武帝活活饿死 登记为帝的侯景 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不过那个时候 宝质禅师已经源迹数十年了 宝质在世上闻名显现奇迹共四十多年 崇敬信奉他的男男女女 不计其数 有个叫陈征鲁的 全家人都对宝质热沉敬风 宝质曾为他们显示过自己的真面目 形象光辉 就像菩萨之相一样 到了天间13年冬天 97岁的宝质在皇宫后堂对别人说 菩萨要走了 过了几天 无疾而终 诗还相软 行貌安详和悦 宝质开始显露神迹时约有五六十岁 直到临终也不见衰老 人们都看不出来他究竟有多大的年纪 宝质禅师一生以慈悲为宗旨 多次展现神通 让人们正信佛法 从而引导人们了无人生真理 走上究竟解脱之路 李白曾写有一首志功化赞的诗 赞他 水中之月 了不可取 虚空其心 辽阔无主 锦蒙鸟爪 独行绝吕 刀其齿梁 善迷晨雨 搬清盛荣 何注何索 要说宝质禅师和激功的关系 它并不是激功的原形 虽然两个人的头发都好几寸长 到处游走 不修蝙蝠 但激功是斜而破冒而破 宝质禅师是光脚 激功拿了把破扇子 宝质禅师拿着禅杖 激功是劝有其人的 激功生活在南宋时期 与宝质禅师相差了六七百年 说激功的传说里包括了宝质禅师的事迹 这个或许是有的 宝质禅师生活的南北朝时期 是佛法从印度东传到中国的开始阶段 涌现出了一批善于使用神通的僧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让人能更快的信服佛法 家喻户晓的西游记 讲述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终于取回佛法真经的玄幻传奇故事 历史的现实是怎样的呢? 现实情况是 在唐僧西天取经的过程中 没有悟空 八戒 沙僧和白龙马的陪伴 可却同样是一部不朽的传奇 其中的艰难 困苦和绝处逢生的经历 甚至更加的惊心动魄 唐僧玄藏 俗名叫陈一是河南人 隋朝末年出生在离洛阳三十公里远的陈家村 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 父亲成会性情淡薄 辞官隐居 在《西游记》里 把唐僧描绘成一个 温文尔雅 恭敬持重的僧人 这还真是挺符合原形的 真实的玄奘 眉清目秀 仪表非凡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 而且他从小就异常的聪慧 喜欢阅读圣贤书 超凡脱俗 安静从容 陈一小时候的经历比较凄惨 五岁的时候母亲过世 十岁的时候父亲也过世了 所以他早早就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 成为孤儿的陈一 十一岁就跟随二哥长洁法师 到洛阳的净土寺学习佛法 他的领悟里超乎寻常 甚至可以生作讲法 他能把读过的佛经讲解得非常透彻 一时间被传为美坛 而他当时不过才十三岁 玄奘二十岁的时候在成都受巨族戒 正是取得了僧侣资格 要遵守两百五十条的戒律 二十四岁的时候玄奘获得了三藏的称号 这个三藏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学位 就是通晓经律论三藏的意思 在当时那是最高级别的法师了 当时玄奘越满京城 有佛门千里居的美名 但是玄奘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就是他在学习佛家经典的时候 感到书里对很多内容的论述讲的是不明不白 或者说法不一 没有定准 于是他就四处探访高僧求教 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但是他的疑惑却越来越深了 原始的佛经到底是怎么讲的呢 带着一连串的问题 玄奘下决心悉行取经 立志要取回大乘经典瑜伽诗地论 来解开疑惑 在西游记的描述中 唐僧开始去西天取经的时候 是跟当时的皇帝唐太宗 拜了靶子领了项目经费 风风光光的上路的 但实际的情况呢 他是偷渡的 因为当时唐朝刚刚建立 边境很不安宁 民众被禁止出国 玄奘多次上表请求西刑求法 都没有得到获准 正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 北方遭受了严重的伤害 长安没有粮食了 朝廷开城 放灾民出城逃难 29岁的玄奘趁机出了长安 偷渡西刑 沿途当中虽然经常遭遇 地方官员的阻挡 但是官员们都被他的决心感动了 最终还给他提供方便 玄奘长途跋涉之苦了 坚持离开了 之后就只剩下玄奘一个人了 这慢慢的西刑之路 充满了艰难险阻 玄奘一个人要如何面对呢 玄奘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 就是要一个人骑着马 穿行八百里沙漠到达伊吾 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哈密 可不幸的是突然想出来 非常的可怕 玄奘骑着一匹精兽老马 走了四天五夜 人混马乏 口干腐胶 最后昏倒在地 奄奄一息 可他口中仍然念念有词的说着 我玄奘此行 不为财富和名誉 只为求取正法 唯愿菩萨慈悲就托苦难 然后他就昏过去了 夜里一阵凉风把他吹醒了 感觉体力稍微有恢复 想睡一下 梦中忽然看见一位 几丈高的金甲神人 站在他面前 直己对他喝道 为何不快赶路还在睡觉 玄奘惊醒 立刻上马出发了 走了不久 这老马突然就失控狂奔 把他带到了一处清泉 玄奘因此得救了 两天后玄奘到达了一五 高昌国王居文泰听说了以后 万分的欢喜 恳请他到高昌去 这个高昌国位于火焰山下 也就是今天的吐鲁番 这并不在玄奘西行的路上 玄奘感到盛情难却 于是就走了六天到了高昌境内 这高昌国王如获至宝 万分的礼敬殷切共奉 恳求玄奘留在高昌 玄奘婉拒 高昌王就逼他说 不留下就把你送回东土了 玄奘立即绝食三天 高昌王觉得非常的惶恐惭愧 只好听任玄奘西去求法 并在佛祖面前与玄奘结拜为兄弟 离庆之前高昌王请玄奘升作讲法 高昌王扶在地上 用脊背来做玄奘的脚蹬 请玄奘上座 高昌王准备了30套衣服 特制了抵御风寒的手套 面罩 靴鞋 又赠黄金百两 银钱3万 邻券500匹 当作玄奘往返20年的路费 还命25名仆役随从保护玄奘 并为沿途的24位国王准备了厚礼 叮嘱他们关照玄奘 出发那天 高昌王率领大臣百姓 清晨而出送别 高昌王抱住玄奘 痛哭离别 一行人向西北走了300余 打了北天竹 也就是北印度 没想到 一个更大的危险等在哪里 玄奘一行坐渡船顺横河而行 中途突然从两岸的树林里面 杀过来十几只的强盗船 欲破渡船靠岸 搜刮众人的财物 强盗们看到玄奘非常高兴 因为这玄奘形象俊美 风姿伟岸 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 这些强盗信一种邪教 每年秋天要杀掉一个男子献祭 他们看上了玄奘 强盗们在岸边搭建了祭坛 玄奘上了祭坛 面无俱色 强盗见他如此安详 不禁心生敬重 玄奘集中念力 打坐入定 元神随即离体 他当时发愿 希望弟子这一次求法不成功的话 能够往生到佛国 到天上去听法 之后还能够转生回到人间来 去度化这些强盗们 他的元神攀越须弥山 一重天一重天的往上升腾 见到了菩萨和诸多的天神 心生喜乐 而这个时候人间的地上就不得了了 忽然黑风炫起 飞沙走时 大树被连根拔起 惊涛骇浪 掀翻了岸边的许多船只 强盗们大惊失色 认准是神佛震怒 连忙对玄奘棘手谢罪 玄奘给他们说法 强盗们就把作案的刀具等等 全部扔进了恒河 并受了武戒 向玄奘顶礼 这个时候风浪才渐渐平息 强盗们欢喜的顶礼玄奘之后 辞别而去 西行五万余里地经磨难的玄奘 主持戒贤大师已经一百多岁了 戒贤问 你从哪里来? 玄奘答道 我来自遥远的东土大堂 向您来学习瑜伽诗地论 以便在东土弘扬佛法 不曾想 戒贤听了之后是老泪纵横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三年前戒贤患有严重的风湿 每一次发作都好像是火烧刀割 让他痛不欲生 一天晚上 他梦见了菩萨 告诉他说 这病痛是前世的业力所致 三年以后 东土将有人来学佛法 那个时候请把瑜伽诗地论悉数传授 这样因劳苦功高 可以还清业力 并自会痊愈 玄奘得知来龙去脉 悲喜交集 感叹这因缘忌讳实属天意啊 于是玄奘就拜戒贤为师 学习佛法达五年之久 同时兼学范语 后来玄奘又走遍印度次大陆诸多国家 交流佛法 声明日盛 一次古印度国王戒日王在都城曲女城 就是现今的印度卡瑙节 举行历次规模空前的全国佛法学术辩论会 玄奘在会上宣读了他用梵文写的论文 惊服了众人 18天的会期 没有一个人博导他的论点 玄奘赢得了当时印度各国的尊敬 声明是无人能及呀 有的国王甚至要建100座寺庙来供奉他 在今天 玄奘的名字一直留在印度的教科书中 在印度 他仍然是知名度最高的 最受崇敬的中国人 玄奘没有忘记初衷 他要把佛经带回东土 公元641年 玄奘辞辞别戒日王准备回国 贞观18年也就是公元644年 玄奘归来 长安城市万人空巷 官员和百姓沿路排成了长达10里的欢迎队伍 回想16年前 变迎盛况空前 在长安中穴大街的南端 陈列出玄奘从印度用20匹马驮回来的佛经 520甲 共657步 还有如来肉身设立150例 以及金银等佛像七尊 当天 空中出现了七彩祥云 满转盘旋在佛经的正上方 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645年的2月 唐太宗招玄奘入宫 两人是一见如故 十分投缘 相谈甚欢 从日出一直谈到夜色降临 唐太宗还特别送给玄奘 一件磨云袈裟 一把剃刀 这件磨云袈裟可能就是西游记里 观音菩萨送的那件袈裟的原型 这件袈裟价值万金 是花费好几年的时间绣制的 做工之精美 可谓是天衣无缝 唐太宗李世民与佛教的渊源颇深 李世民9岁时曾患眼疾 他的父亲李渊曾为此到长安的草堂寺拜佛 后来李世民果真痊愈了 这段经历让太宗念念不忘 在太宗的扶持下 佛教在大唐达到了鼎盛的状态 佛家思想深入人心 官吏深信因果 廉洁奉公 百姓修心向善 民风淳朴 这是社会安定 夜不庇护 玄奘取经回来 大约45岁 在他人生的最后20年 主要是把取回的佛经翻译成中文 在唐太宗的支持下 玄奘开设了国家议场 不到20年的时间 玄奘主持翻译佛经1335卷 几乎每5天就翻译出1卷 此前佛经的中文翻译 要么偏直译 不符合汉人的语言习惯 要么偏意义又损失了原意 玄奘以直译为主 同时配合意义 既不损原意又便于理解 在翻译史上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 后人将玄奘所译的佛经称为新译 而将此前的译经统称为旧译 正观22年也就是公元648年 玄奘翻译完成《瑜伽诗地论》100卷 送给唐太宗预览 太宗看后连赞佛法广大 并亲自为经书写序 玄奘在玉华寺翻译《大剥落经》期间 曾对弟子说 人的形体虚幻不能长久 我65岁的时候一定会死在玉华寺里 5年以后 600卷的《大剥落经》终于翻译完毕 玄奘开始向弟子交代后事 公元664年正月24日 玄奘召集身边所有《易经》的弟子 辞别说 在世间我要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没有必要继续驻留 我祈愿将来弥勒佛下生人间的时候 我能跟着他下世 广作佛事 正等无上 正等正觉 玄奘也交代 身后事要节俭 他说 只用一张粗席将我裹好 摆在偏僻的山水边即可 2月初五三更时分 玄奘安然离世 容颜祥和胜过平时 宛若安详入梦 面色百里透红 噩耗传来 唐高宗罢朝三日 叹道 朕失去了国宝 公元664年4月14日 玄奘的葬礼在都城长安举行 送葬的人多达100多万人 当时长安城的总人口也就是100多万 可以说从皇室到百姓 从佛门到俗世之人 几乎是全员出动 为玄奘送葬 玄奘法师是在去世60天后下葬的 据《大唐固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记载 玄奘下葬的时候 面色如生 散发着香气 甚至长出了新头发 玄奘的一生不畏生死 在神佛的诱护下 穷尽毕生的经历 完成了一项重大使命 为佛法在中土的发展与凡胜 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唐玄奘开元五年的一天 玄奘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请到长安的这位高僧 迎进了光太殿 亲切的问道 臣氏 您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小僧只是擅长一点记忆而已 玄奘就叫侍从拿出了一本《宫女名册》 高僧翻开来看了看 随手就合上了 然后就像照着花名册在念一样 没有错误 也没有增减 宣宗惊讶地站了起来 这位僧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僧一行 一行禅师的原名叫张穗 是大唐的开国功臣张公锦的曾孙 不过到了张穗这一代呀 已经是家道衰落了 张穗是自幼聪明过人 过目不忘博览京史 尤其精通 立向阴阳五行之学 张穗少年时代常去长安城南的圆都冠看书 这个贯宗的长书多达万卷 贯主隐虫得高望重博学多时 有一次张穗在隐虫那里 寄了一本西汉杨雄所著的《太玄经》 几天后便来归还 隐虫说 此书深奥 我研读多年尚未通晓 你可以多加研读 不用急着还我呀 张穗说 我已经读懂了 然后就拿出自己的两本读书笔记 大眼玄途和异诀给隐虫看 隐虫非常吃惊 就跟他讨论书中的深奥意韵 这才发现 这张穗的才华着实令人惊叹 从此以后 张穗是名声在外 当时正值武则天当政 他的侄子武三司 孤名钓鱼 想要结交拉拢张穗 亲自上门要跟他交个朋友 但是张穗不屑于其为伍 一直回避他 不久呢 21岁的张穗到河南松山松岳市出家 法号一行拜住持普济和尚为师 而普济的师父就是当时和残忠六祖惠能齐名的神秀 一行出家以后依然是勤学不倦 名声是越来越大 他先后在松山 天台山 当阳山这些地方 学习佛教经典和天文数学 有一次一行寻访数学老师想要深入的研究推演八卦的学问 他走了数千里路 到了浙江天台山的国庆寺 向一位隐名的大师学习数学推算 这一天在国庆寺里面 这位大师正在带领一群弟子做数学演算 突然大师就说 今天有一位弟子远道而来请求学习演算法 又过了一会 大师又说 门前的水向溪流 那个弟子应当就到了 话音刚落就有人通报 一行来了 大师立即率众弟子出营 刚好就和一行在风干桥上相见了 就在这个时候 风干桥下的河水哗啦一声 齐齐的反转方向向溪滚滚流去 现在的国庆寺还有一行到此水溪流的石碑呢 一行在外游学了8年 朝廷是三番五次的请他出事 每一次他都以身体欠家为由 拒绝了 但是架不住唐玄宗这个皇帝很真诚的死缠烂打 强行征召 一行才终于回到了长安 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从此 玄宗就经常向他询问安定国家 抚慰百姓的方略 一行是知无不言 玄宗对一行是言听计从 十分敬重与信任 一行的道恨很高 神秘莫测 唐代的段成是在他的《有洋杂祖》这本书里面 就记载了一行摘星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一行小的时候 家里很穷 人家的王姥姥经常接济他们 这个一行是个知人图报的人 常常想着怎么报答王姥姥呢? 但是一直没找到机会 终于来了一个机会 但是却让一行犯了难 怎么回事呢? 原来王姥姥的儿子因为杀人被捕了 正在审理当中 姥姥找到一行求救 这让一行是左右为难呢? 只能深感歉意地说 姥姥若要财博一行当十倍相赠 今明君执法实在难以请求寻思啊 姥姥气急了就骂他 认识你这和尚有什么用? 不管一行如何的道歉 还是佛秀而去了 一行的心里非常难过 这可怎么办呢? 晚上他观察天象 终于想出了一迹 一天 他让人把魂天赐的一间屋子腾空了 里面放了一个大瓮 然后让两个心腹一人一支布袋 嘱咐他们说 某地有一个废弃的园子 一二人中午时分悄悄的进去 藏起来等着 黄昏之前必有七只动物入园 必须全部捉住一只都不能少 倘用疏忽 严惩不待 两个人奉命前往 躲在了园子里 眼睛一眨不眨的等着 傍晚时分 果然有七只小猪跑进了园子 两个人赶紧全部捉了回来 一行大喜 赶忙把这七头小猪全部放进了大瓮 然后用木盖盖好 又用六一泥封住了瓮口 这个六一泥是到家炼丹的时候封炉子用的泥 又称神泥 大瓮的外面又用红笔提写了一些范文 他手下的人全都搞不懂 他在搞什么名堂 第二天一大早 玄宗就派人来敲门了 一行入宫 玄宗见面 劈头就问 战兴官昨夜来奏说天相有异 群星各在其位 但是唯独不见了北斗七星 好端端的 竟然消失了 这可是从来没有发生的事啊 上师道横通天 可知这是合照 可有破解之法 一行说 后卫时天宫不见了火星 但北斗七星全部消失 臣闻所未闻啊 天有异象是上天对天子的严厉警告啊 非天子圣德感动天地不可救 一臣之见最好是大赦天下 慈济万民 也许能回转天意 转为为安 玄宗听了他的话 大赦天下 王姥姥的儿子也因此保住了性命 过了一个晚上 战兴官回报 说北斗星出现了一颗星 七天之后 七星全部复原了 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也会很疑惑 这北斗七星跟那七只小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捉住了小猪 天上的北斗七星就能消失了呢 森一行使用的风泥起了什么作用啊 那些泛语又是什么意思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进一步的探索研究 您要是找到了答案的话 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 那么既然一行禅师的道行如此的高深 他是不是也预测到了唐玄宗日后所经历的安史之乱呢 一天玄宗在大明宫问一行禅师关于社稷的运输 一行一直回避这个话题 把话岔开了 但是玄宗是紧追不舍 问了好几次 一行没办法了 但是天机不可泄露啊 只能隐晦的说 卵宇有万里之行 设计终极 玄宗当时不解奇异 错误的理解为极语 所以非常高兴 而安史之乱的爆发 已经是三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当时唐玄宗仓皇的逃往四川 当御驾行至万里桥的时候 玄宗忽然想起了一行当时讲话 哎呀 真是万里之行啊 而唐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唐昭宗李业 他在当皇帝之前曾被封为极王 所以一行所说的设计忠于极 意思就是大唐国运至昭宗时就完结了 开元9年 也就是公元721年 因为当时通行的旧立法推算日时已经不准确了 唐玄宗就请一行制定一部新的立法 一行主张在实测的基础上修订立法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确认子五线的长度 因为地球的自转和围绕太阳的公转 会让地球的日影发生变化 而每一次的变化就是一次时间的改变 所以森一行就开始在全国大范围的测量日影长度的变化 首先 他在南北线上选了13个观测点 最北到今天的内蒙 最南到今天的越南 然后安排人在每一个地方记录每一天的日影变化 最后将这13个点的数据进行汇总和计算 这次测量被评价为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创举 为了能够有效的测量 一行还和他人合作设计制造了一个既能掩饰日月星辰的运动 又能自动暴食的仪器 水运魂天移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计时器 比外国的自明中的出现早了600多年 经过几年的天文观测和准备工作后 一行于开元13年开始编例 两年之后立法草稿完成 大眼力的名称来源于周易中的大眼之数 两年后的开元17年大眼力颁布实行 到了智德2年共实行了29年 经过验证啊 大眼力比当时已有的其他立法要精密准确的多 神奇的是早在西汉落下红定制太初力的时候 他就曾经说过 800年以后太初力会有误差 与实际相差一日 即时必有圣贤出事加以纠正 从西汉到大唐开元年间正好是800年期满 落下红果然是说中了 一行禅师在开元15年也就是完成大眼力的草稿的童年 元祭了 10年45岁 在一行元祭之前 玄宗曾经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他来到华岩寺游览 看到寺中的一间禅室 其中有绳床竹窗气象萧条 天亮以后 唐玄宗听说一行禅室患病了 正在华岩寺养病 于是就派人探望 使者回来后禀报一行的居住情况 和玄宗的梦境完全契合 玄宗马上下旨 令京城的10位大德高人为一行劫谈祈福 一行的病情减轻了 随着玄宗的御驾前往新峰 不久 一行再次患病 他沐浴更衣之后 往蝉床上一坐便圆寄了 享受45岁 玄宗门听一行去世的消息哀伤不已 罢朝3日 下诏停刊3期21日 让国人瞻里追悼 在三期日中 一行禅师容貌如生 虚发日涨 玄宗命人取出府库50万钱 为一行箭塔塑造铜像 玄宗亲自御书碑文 赐他嗜好 大会禅师 一行临终之前 嘱咐弟子 给唐玄宗一个小袋子 同时还有一份仪表 奉劝皇帝不要在宗室子弟中选择宰相 不要以藩臣做大将 但是唐玄宗日后偏偏选了宗室李民府做宰相 以藩臣安禄山为大将 导致日后暗始之乱的发生 而当玄宗打开这个小袋子的时候 发现里面是一块产自蜀地的当归 玄宗当时不解 直到玄宗逃亡蜀地四川避难返回的时候 才理解了蜀地当归的意思 一行作为科学家 在科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作为佛教高僧道恒深厚 他传承了胎藏和金刚两部秘法 并把两大部融合起来 被后世称为密宗一代祖师 即科学家于高僧的身份与一身 曾一行的生平让我们真切的看到 佛法与真正的科学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 都是人对宇宙认识的方式 只是方式和层次不同吧 观众朋友您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 一提起法海 人们可能马上会想到 白蛇 可以化作美女的白蛇 好不容易跟人做了夫妻 不但被法海拆散了 还被押在雷锋塔下了 好可怜啊 法海不就是多管闲事的那个人吗 可事实并非如此 今天我们不妨穿越回1000年前的唐朝 给大家讲讲真实的法海禅师 在历史上确实有法海禅师这么个人 他父亲是大唐的名臣唐宣宗年间的宰相裴修 法海出家之前名叫裴文德 他保读诗书 年纪轻轻就考中了状元 本来他很有可能像父亲一样在仕途上发展 但是因为一件事而改变了 原来这裴家世代静信佛法 裴文德从小就喜欢研读佛经 父亲裴修经常和禅师们在一起 参禅论道 还带着小文德一起去 唐代会唱年间灭佛的时候 裴修是谭舟次世 仁德就给父亲出主意 让父亲对灭佛这事能拖就拖 对僧人士能救就救 所以潭州地方的庙宇和僧众 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后来皇上宠爱的皇子得了重病 长了好多的名医也治不好 皇上这个急呀 一位高僧对皇上说 皇子要远离红尘才能保住性命啊 皇上一听 这不就是说要皇子出家做和尚吗 不由皱起了眉头 裴修当时在场 回家说起这事 不知如何是好 谁知道文德听了 马上对父亲说 孩儿倒是有一个两全之策 不过说来您别生气啊 嗯 说来听听 孩儿从小就读了很多的经文 知道人世轮回因缘果报无休无尽 早就有志深入空门研修佛法 倒不如趁这个机会 禀明圣上带皇子出家 一来解皇上之忧进臣子之中 二来也是碎了孩儿的心愿 渴望解脱红尘之苦 这三来也能替父亲了却 自身享入佛门修行的愿望 岂不是好 裴修虽然心里不舍 但也知道儿子说的很有道理 就秉明皇上 皇上大为感动 就这样文德就在裴修墨捐修建的尾山 就是现在湖南宁乡境内的秘印寺出家了 拜当时禅门维仰宗的创始人 秘印寺的主持 灵诱禅师为师 法号法海 剃渡了之后 法海就过起了苦行僧的生活 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公子啊 每天除了诵经念佛就是批柴 一批就是批了三年 后来又每天为五百多的僧众 单运生活用水 山高路远道路崎岖 真是十分的辛苦 苦行结束以后 师父让法海闭关修行三年 到了三年七满的时候 灵诱禅师到关门外喊着法海的名字 法海听到师父的呼唤 应声而出 而官房的门窗既没有开启 也毫无损坏 这就标志着 他已经修出了功能 一时间 寺院内外僧俗大众都来亲近他 向他问道 美日是络绎不绝 后来法海禅师奉灵诱禅师之命 四海云游 来到了江苏震江的佛山 因为喜欢那个地方的清新雅境 就留下来节如清修 有一天他竟然发现了几尊佛像的残骸 打听得知 这地方原来有一座东晋世系建造的庙宇 名为泽新寺 当年香火很是旺盛 后来因为战乱不断 已经房屋倒塌了 法海禅师要重修庙宇 从此以后他身居山洞 美日除了参禅就开山种田 筹资修庙 附近的乡民们也都来帮忙 有一天法海在修寺挖土的时候 意外的挖到了一批黄金 他全数上交给了当时的镇江太守 李奇把这件事上作皇上 唐宣宗认为 这是佛祖对法海一片诚心的善报 特下设令把这批黄金 发还给法海用来修复庙宇 并钦赐庙宇名为金山寺 金山寺建成后 成为江南佛教界最大的禅宗庙宇 名震古今 法海禅师也被称作金山寺的开山陪祖 在修建期间 法海禅师一直在金山寺旁边的一个山洞中禅修 有一天法海正在山洞禅作 忽然就闻到了一股腥骚之气 睁眼一看 大吃一惊 法海看到眼前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条白色巨蛇 水桶搬出好几丈场 还在那里 闭起前身吐着信子 恶狠狠地盯着法海 法海运用宿命通功能 得知这本是一条千年白蛇 在深山密林中 因机缘巧合受了日经月华 得了灵气 有了一些小能小数 成了蛇精 这蛇精到处害人 吸人精血 伤人性命 这次来到蝉洞是想加害蝉时 要附体借以修成人形 法海闭目不动 运用四维传感打入白蛇脑中 警戒道 天法不许动物修炼 动物没有人性 修成就是魔 要遭天谴的 若你真想修炼 劝你快快转世 投胎做人才可修炼 还要修正法 你这样吸人精血 害人性命 是邪法魔道 天理不容 我本当灭你除害 但连你千年修行 不能毁你于一旦 今日饶你一次 你快快去投人胎 走正道 否则就是咎由自取了 那白蛇以为自己有些道行 气焰极其嚣张 他只见这个和尚身上的东西很好 是他想要的 就好像是西游记里的那些妖怪 想吃唐僧肉一样 听了法师这番教诲 他不以为意 还想蠢动 但是已经动弹不得了 原来他已经被定在那里 这才害怕起来 赶紧给法海叩头求饶 禅师就暂且放他一命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白蛇成姬 仓皇逃窜了 日月如梭 春去秋来 法海禅师主持金山寺数年过去了 忽然有一天 禅师说 要到杭州了却一桩西年公案 嘱咐了弟子们一些事项 说不久寄回 就自己走了 法海禅师要到杭州了却一桩 什么西年公案呢 原来 法海看到当年那条白蛇 不但没有听从劝诫 还靠吸吻死人的脑髓 鼓血 慢慢地修出了人形 后来竟然在夜里变化成美女 专门在夜间去勾引单身男子 那些人被美色索迷上了他的当 被道经吸水 最后精血耗尽 葬了性命 法师看到这蛇腰 近日到了杭州附近 又勾引了一个名叫许轩的青年男子 于是决定去除妖救人 话说这天 那白蛇来到了杭州附近 看到许轩白天到一个药店做工 晚上一个人睡觉 没有家人 她看许轩阳气正足 精血旺盛 很是中意 到了晚上 化成一个美女的模样 来敲许轩的门 许轩开门一看 是一位陌生女子 心里奇怪 问道 你是谁呀 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白蛇万福失礼说 我是林家女儿 名叫素贞 因慕相公人品 特来相救 不休自见枕席 愿你你结勤尽之好 这许轩也没见过林家的女儿 但是被她的美色所迷惑了 心里嘀咕 也许是胡经吧 或许是鬼魂 那又有什么呢 许多书中不是都写了这样的故事吗 于是就把女子留下来了 从此这女子是白天离去 晚间自来 两人夜夜交欢 一连过了好几天 这一天 许轩清晨起来 刚站起身 就觉得身体虚弱 两脚发软 头昏无力 走在去药店的路上 忽然 面前出现了一位禅师 般如从天而降 只见他身披红色袈裟 手持禅杖 鹤发童颜 双目有神 不言而为 这禅师历长对许轩唱了一个大诺 说 施主慢行 平僧这乡有礼了 许轩止住脚步 急忙回礼 又听了老僧说 平僧见施主面透黑气 妖孽缠身 死到临头 难道还不知吗 我与法师素不相识 不知此话从何说起啊 许轩 近日有一女子自称是林家女儿 与你夜夜交欢 可有其事 确有其事 不知法师怎么知道在下的名字呢 你可知他本是一条千年成精的蛇妖 专门勾引年轻男子吸人精华 已经害死多人了 现在找到你身上来 你难道还不知觉吗 许轩心想 哎呀 说不定真是如此 怨不得那么浑身无力 头昏脚软的呢 不由害怕起来 帮忙给法师施力说 果真如此 还求法师救小子一命 法师说 我这次下山来 就是要除掉这个妖孽 为民除害 那么法海是怎么把这个妖孽捉住的呢 话说法海随许轩回到家门 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 一声大喝 接地何在 快把白蛇妖精擒来 听贫僧发落 顿见亭前一阵狂风 风过处 哗啦一声 半空中坠下一个小人醒来 许轩一看 正是叶叶来找他的那个女子 只见禅师举起手中的波 抛向空中 那波发出白光 白光如网一样照住了那个女子 禅师喝道 孽畜快快陷了原形 就见那女子在光照里面打了几个滚 现了原形 化成了一条约三尺长的白蛇 禅师又喝道 你也处 把你如何害人之事如实招来 那白蛇起初还不肯招 禅师用手指一画 半空中出现了一个屏幕一样的窗口 一幕幕显示了白蛇得灵气成精的过程 到坟墓里吸死人血水的过程 历历在目 白蛇看了不得不招 先说了自己在某家大户后花园 勾引那家的少爷公子 害得那公子惊尽血酷而死 每当白蛇说出一件 那屏幕上就如实显现当时的情景 还讲到白蛇去到一家 要进入后花园勾引那家的公子 但是到了门口 被土地神拦住了 那是高德人家 土地神不许妖孽进入害人 还有一次 白蛇去勾引一位单身读书的穷书生 但是那位书生不为所动 一派正气 白蛇被那正气挡住 竟然不能得手 许轩站在一旁 看得是目瞪口呆 最后竟然就看到了那天自己被蛇精勾搭的场面 不由得又羞又愧 不忍再看 这时 只听禅师立声说道 聂处 上次在山中我念你千年修行 饶你不死 曾经警戒你要走正道 你却肆意妄为自讨死路 我今日饶你不得 说着 吩咐接地 把白蛇蛇身押入雷锋塔底 让世人永远记住这个教训 把白蛇的主元神打入了地狱 要他受尽百般酷刑 偿还所欠命债 一时间 西湖上风雨大作 基地施法 把白蛇押在了塔底下 那么许轩又怎么样了呢 白蛇的灵魂被打入地狱 瞬间 风停雨柱 一切都恢复了往日的模样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只有那许轩傻傻的愣在那里 好像大梦初醒 法海禅师见妖孽已除便要离去 对许轩说 佛法无边 平增本可以用雷击灭掉这个孽处的 就只为让你明白 也传告世人 不要被妖孽迷惑 人妖不可相通 妖就是妖 魔就是魔 总是要害人的 施主来日方长 你要好自为之 曲轩一把拽住禅师双心下跪说道 法师慈悲救了小子性命 还求法师救人救到底 许轩愿随我师出家修行 还望师父成全 收下这个不孝弟子 感恩不尽 法海应允 收他为徒 并给世人留下了几句诗作为劝解 奉劝世人 修爱色 爱色之人被色迷 心正自然邪不侵 身正怎有魔来起 多少灾祸皆因色 令丧魔首 被妖吞 法海除妖那一幕 宇宙十方世界都在看 那无知道人和陈香师徒云游四海 途经此处也看了个满眼 无知道人吕长虚叹了一声 对陈香说 哎 可惜呀 到了后世佛法末世之时 人心磨变 道德败坏 不再信神 反倒反神排神了 那个时候法海会被污名 蛇妖反倒成了好人 哎 那个时候人也就危险了 观众朋友 讲到这里 你可能就清楚了 历史上真实的法海 是一个德道高僧 法术高强 降魔除妖 为民除害 可叹的是 针对无知道人说中了 到了清初 在戏曲《雷锋塔传奇》中 这白蛇精开始被描绘成正面人物 而法海反而被写成了破坏所谓爱情的反面人物了 戏曲里还出现了稻仙草 水曼金山寺等完全虚构的桥段 对蛇妖正面描写 许轩也成了许仙 再往后又有了谈词《一妖传》和《白蛇宝卷》 善恶进一步颠倒 到了近代 鲁迅则对高僧伐海讽刺嘲笑 他在《论雷锋塔的岛调》里说 世道无悦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 咱有田夫野老 残富村芒 除了脑嘴里有点贵样的之外 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 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法海的形象被后人刻意或无意的完全扭曲了 作为人追求向往美好的爱情无可非议 但一定要记住 人妖不可混淆 是非不可颠倒 否则受害的还是自己呀 唐木宗长青二年十月 时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前去拜访一位高僧 这位高僧居住的地点非常特别 不是在禅院中或者山洞里 而是在一棵大树上 秋风萧瑟之中 白居易仰望着尘尸在树上是 颠颠晃晃 摇摇欲坠 对他的安全十分的担心 就劝他说 老师傅啊 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待在树上既不方便又很危险呢 还是下来吧 回到寺院中安歇吧 这位禅师是谁呢 他就是神通广大却又显为人知的鸟巢禅师 也叫乌朝禅师 这位乌朝禅师在《西游记》里就有描述了 《西游记》第19回写道 孙悟空在云战洞收复了猪八戒 唐僧师徒三人离开了高老庄 向西行走了一个月 渐渐走出了乌斯藏国底界 当他们抬头看时 前面耸立着一座高山 挡住了去路 唐僧便勒住马匹 让孙悟空前去打探路径 询问这仙乡何处 猪八戒联盟上前呛说道 这山名叫浮屠山 山中有一位乌朝禅师在此修行 想当年俺老猪也曾会过他嘞 唐僧说道 原来是旧相识 他有些什么本领啊 八戒道 他倒也有些道行 他也曾劝我跟他修行 我当时只是不肯去罢了 师徒们说着话 不多时到了山上 唐僧在马上关桥 只见山南轻松翠柏 山北绿柳红桃 见下滔滔绿水 崖前朵朵祥云 一棵千年香跪古树 耸立旁 枝丫上有一个巨大的鸟窝 周围盘旋着彩凤白鹤 八戒眼尖 用手一指那个大鸟窝 快看啊 那不就是乌朝禅师吗 唐僧急忙下马 快步走到树下 那禅师见他们三人到来 便离开了巢穴 飘下树来 唐僧连忙叩拜 那禅师扶起唐僧说道 僧生请起 失营失营 八戒在一旁也说 老禅师老猪给您做医了 禅师竟问 哦 原来是天鹏元帅 怎么由此大员得与僧生同行啊 八戒忙说 前年蒙观音菩萨卷善 随他做个徒弟 陈师大喜道 好好好 故意用手指一指苏悟空 问道 此位长老又是何人 孙悟空心里有些不痛快 笑道 你这老禅 怎么认得他 倒不认得俺老孙呢 陈师哈哈一笑说道 没有什么 只是老朽见识不多罢了 唐僧上前说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陈师说道 失礼失礼 唐僧再拜 问起西天大零音寺的事情来 陈师说道 远累远累 路上又多虎豹豺狼 精灵妖怪 实在是危险难行 唐僧殷勤致意又问 路途还有多远 陈师道 路途虽远 终需有到达之日 却只是魔障难消啊 我有心经一卷 凡54句共计270字 若遇魔障之处 但念此经 自无伤害 唐僧闻听又腐败于地 陈师就口诵 传给他 魔和波罗波罗蜜心经 唐僧啊 本来就有莫大的根基 只是听了 陈师口念一遍心经 就已经凝记在心了 心经自此流传于世 广结善缘 有一次唐僧恼怒 悟空提醒他 念诵心经 唐僧说 他日夜念诵 心经却还是不安 悟空说 他不会解 唐僧问悟空 你会解吗 悟空说 解的 唐僧想了一下说 为师知道了 悟空就是真解 无字真解 他提悟到了 要悟一个空字 心若不空 则万事纷扰 陈师传了经文 踏着云光 刚要上树而去 却又被唐僧扯住了 继续追问他 吸去雷音寺一路上的具体情形 到底如何 陈师见唐僧如此执着 微微一笑说道 道路不难行 试听我来说 千山千水深 多障多魔处 若遇接天涯 放心修恐怖 行来摩尔岩 侧着脚踪步 仔细黑松林 妖狐多接路 精灵满国城 魔主迎山柱 老虎坐秦堂 苍狼为主步 诗相近称王 虎抱皆坐狱 野猪挑担子 水怪前头狱 多年老时候 那里怀趁怒 以问那相识 他知西去路 其实乌朝禅师在这首诗迹当中 把取经路上的大致情况 一一说了出来 但是天机不可尽谢 人在谜中才好修行 孙悟空听了个明明白白 他一把扯住唐僧说 师父咱们走 不必问他 误我就是了 可是唐僧却是听得云山雾罩的 心里懵懵懂懂 难解其 再看那禅师化作一道金光 直上乌朝而去 唐僧急忙对着大处上的乌朝拜谢 悟空因为禅师说他是老石猴 心中瞠怒 举起如意金箍棒 对着乌朝是一阵乱倒 只见万朵莲花生千层降云户 任凭孙悟空使出脚海翻江的神力 也不曾挽着乌朝上的义吕堂 乌朝禅师在西游记原著中描述的字数不多 可是却真正体现出了他的神通广大的法力 他能够预知唐僧师徒取经路途的遭遇 那还是一般的神通嘛 孙悟空也没有把乌朝禅师忘记了 取经路上遇到磨难 时常用他的话来开导一下唐僧 坚定唐僧西天取经的决心 说个题外话呀 这个乌字的原意呢就是乌鸦 因为这种鸟通身乌黑和眼睛混为一色 难以分辨 最象形的古文字中就用 没有眼睛的鸟来表示乌 因此有人也把乌朝禅师称为 鸟朝禅师或鸟科禅师 西游记中神通广大的乌朝禅师 在现实历史上是有原型的 那就是唐朝的鸟朝禅师 这位鸟朝禅师是浙江杭州富洋人 受于开元23年 正是大唐盛世 说起来呢是比唐玄藏要晚一些了 他父亲姓潘 母亲诸事 母亲梦见金色的阳光从口中进入身体 随后就有了身孕 等他出生的时候 奇异的香气充满了污子 所以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香光 人称香光童子 这位禅师素生有大的根基 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就呈现出这种类象 他九岁出家多次远游求法 成为一代高僧 有一次 禅师云游西湖 见杭州勤望山上有一株老松树 枝叶繁茂 盘曲如盖 便在树上筑巢居住 如同鸟儿一般 一位人称鸟朝禅师 有一天鸟朝禅师油画到了 前堂有福寺 正赶上寺中举办法会做供养 香烟弥漫 气愤庄严 他摇着膝杖弄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往里走 寺中的鸟光禅师上前问道 这里在做法会 你为何弄出些声响来 鸟朝禅师回答 没有声响 谁知道这里在做法会呢 这被当时的人们 设为一个绝妙的回答 开头我们提到了 当时任太守的白军义 对于鸟朝禅师的高明事 早有耳闻 于是就前去拜访 看到禅师在树上 颠颠晃晃的 十分担心他的安全 劝他下来回到寺庙中 鸟朝禅师在树上说 太守大人 您的官职这么高 泡在官场里 岂不是更危险吗 还是进入佛门吧 白居易十分迷惑 说道 弟子身为一州之长 位居太守 哪里有什么危险呢 鸟朝禅师说 你身居官场 人们为了荣庐得失 厉害是非 而鱼我诈 如同熊熊的大火 会无情焚毁一切的 你身在其中 得意时 青云之上 失意时 穷途末路 得意则忘形 失意则生怨 难免 当同伐意 怨恨增惠 喜怒哀乐 积心算计 烦恼忧愁 哪有片刻烧喜 如此又苦又累 怎么不是岌岌可危呢 白居一听了 不禁肃然起敬 当即赴诗一首 向尿巢禅师探讨人生 特入空门 问苦空 敢将禅室 问禅翁 未当梦是 伏生事 未复伏生 事梦中 禅师不假思索 脱口而出 音诵了一首诗迹 来时无忌 去予无踪 去与来时 事一同 何须更问 伏生事 只是伏生 事梦中 白居一感觉 老禅师的诗句 非常在理 感叹 人生如梦 似有所悟 就进一步向禅师 讨教自己 没有误懂的佛理 请问老师傅 我自小学佛 几十年来 还没有摸到门径 敢问师傅 何谓佛法大义 鸟超禅师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白居一听了 却不以为然 哈哈一笑说道 哎呀 您说的这个是老生常谈了 连三岁孩童都会说的道理 怎么还用您说这话 来教训我这个老头子呢 鸟超禅师 不紧不慢的说道 这的确是老生常谈 连三岁的孩童都会这么说的 哎 可叹哪 许多八十岁的老翁 也没有做到啊 这句话就如同一盆冷水 从头到脚的倒了下来 这是在佛门之内 一句再寻常不过的话了 白居一听了 却不由的打了个机灵 心中暗想 是啊 知道的未必行道 行道的未必达到啊 我学佛多年满腹经伦 自己又身体力行了多少呢 现在还不得心安 功用又在什么地方呢 从此以后 白居一潜心修心 真正在心性的实修上下功夫 他还用自己的俸禄 请人彩绘大型的天国世界图 佛像 勘印佛经 劝勉世人信奉佛法 白居一晚年持斋打坐 反省自己失作的不当之处 他写道 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夜 狂言其语之过 转为将来世事散佛城之音 转法轮之源也 俗话说 真传一句话 假传万卷书 鸟巢禅师告诉白居一的佛法大义 竟然是这么基础 如此普通的两句话 这两句话看似平常 其实包含的道理 确实是至真至切 幽远深邃的 白居一对鸟巢禅师 肃然起敬 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白居一还为鸟巢禅师作诗多首 其中有一首 赠鸟科和尚的诗 行雷兽谷久修行 宜那麻衣称道寝 曾节草庵已避树 天涯之游鸟科名 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 对这句话估计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了 辅佐明太祖朱元璋 张大江山的刘伯温 自然是声望显赫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明朝还有一个人 甚至比刘伯温的声望更高 他是大明朝第一个配享太庙的文臣 他就是永乐大帝朱棣的第一谋士 姚广孝 他帮助朱棣发动静难之变 辅佐他登基 修永乐大典 设计北京城 在永乐帝的千秋大叶中 姚广孝绝功至伟 可是他却没有娶妻生子 下了朝堂只穿一件黑衣 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府邸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位被称为黑衣宰相的姚广孝 是一个和尚 法名 道眼 红武六年的一个秋日 道眼游方参禅到了河南少林寺塔林 突然一个方式拦住了去路 劈头便问 你这和尚实在奇怪 道眼不解 那人又说 看你这三角形的眼镜 病虎一般的体态 虽然穿着僧衣 眉宇间却凝聚着肃杀之气 必是刘炳中之流 用这样的话去说一个和尚 是不是也很奇怪 但是道眼却不怒烦喜 那么这个刘炳中是谁 他就是辅佐忽必烈成就霸业 修缘典制 主持设计员大都北京 官制一国之相的一个大和尚 他精通艺术如是到融会贯通 大元朝的这个国名啊 就是他起的 取自一经 大灾前缘一句 这个跳出来给道眼像了一面的 也不是个等闲之辈啊 而是当时的天下第一相是 袁拱 那么姚广孝被说成是刘炳中一样的人物 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呢 一位道眼从小就想当刘炳中那样的人 这话还真是说到他心坎里了 1335年 姚广孝出生在苏州的一个乡下郎中的家里 他聪颖过人 却不愿继承行医的祖业 据明史记载 他14岁的时候在庙治安替法为僧 平日里除了勤言佛法 还自学兵法和儒家的经史子集 后来又跑去向道士学习阴阳占卜之术 一般说来啊 修炼讲究不二法门 即便同事修佛 都只能在一个法门里修 而这位是又修佛又修道 让人不禁要问 这人这是要干啥 所以有人叫他是妖僧 不过他真的是一个妖僧吗 导演每日勤修佛法又刻苦研读经史子集 一直到了48岁 年近半百了 虽然小有名气 但是对于实现他的理想来说还八字没一撇呢 终于机会来了 红五十五年 朱元璋最爱的大脚马皇后并逝 明太祖挑选高僧 随世诸王 诵经祈福 导演受到推荐 参加了这个选拔僧人的场合 当导演第一次见到燕王朱棣的时候 不觉眼前一亮 信说 我准备了半辈子要福保的君王 就是他了 当时的朱棣只有23岁 但是相貌其伪 在那气宇宣昂的外表之下 引人就是满满的天子之气 黄明通记记载 导演来到了朱棣身边 医生对燕王说 大王 银骨相非常 鹦鹉盖世 如若能让我跟随您 我一定奉一顶白帽子给大王戴 燕王一惊 王字头上加个白 那不就是黄吗 不觉细细打量这位僧人 别人看导演 体态臃肿 其貌不扬 只有一双三角眼 炯炯有神 但是在朱棣的眼中 这位僧人是怪而不淡 奇特中有厚重 可谓是极不寻常 两人仿佛似曾相识 一见如故 于是朱棣就把导演 带在了自己身边 一起回到自己的封地北平 任命他为庆寿寺住持 从此 导演常常出入朱棣的王府 与朱棣密谈 朱元璋驾崩之后 建文帝朱宇文刚刚即位 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大规模的削翻 他首先将燕王的同母兄弟周王 列为庶人 后聚代王于大同 求齐王于京师 接着逼襄王自焚而亡 又在燕王封地北平部署兵力 还把燕王的护卫精兵 调去塞外戍边 这一番操作 无疑就是要对朱棣下手了 情势险峻 那么燕王要坐以待毙吗 当时的导演夜观天象 推演世事变化 以致天下势将易主 他力见朱棣举兵 可平素刚毅果断的燕王 此时不免顾虑重重 要是百姓都支持朝廷 怎么办呢 导演回答 臣知道天道 何必讨论民心 为了向朱棣揭示天意 导演特将在松山 为自己看过相的袁拱请来了 这一天袁拱来到了北平 被带到一个酒色 亲们一看 一桌十人正围在一起喝酒 个个佩戴弓箭 而且相貌体型都很相似 袁拱用第一相式的 火眼金睛一打量 就走到其中一人脚边 跪下了 说 殿下为何如此轻视贵体 这时一阵哄笑传来 另外九个人七嘴八舌 你拜错了 袁拱不为所动 非常自信的说 自己没有弄错 燕王于世起身离去 招袁拱入宫 来到宫中进入密室 袁拱对朱棣说 殿下龙行虎步日脚插天 好一副太平天子之相啊 不到四十岁的时候 殿下的胡须就会垂到肚脐 那个时候可登基坐殿 袁拱又看过翻底的校尉士兵 说 他们将来都是公侯将帅啊 这个时候 燕王下定了决心 开始招兵买马 训练军队铸造兵器 但是北平内外 甚至燕王的身边 都布满了建文帝的奸细 这么大的动静 怎么样才能掩人耳目呢 导演啊 有的是办法 他在广阔深邃的燕王府后院训练部队 为了掩盖打造军械的声响 他命人修建了后墙环绕的地穴 外面养额养鸭 整天唧唧嘎嘎 掩盖着地穴中叮叮当当敲击的声音 这样的隔音设施 您说妙不妙 在导演的建议下 朱棣还开始装疯卖傻 他跑到市民家里抢饭 大夏天在屋里穿着棉袄烤火 把朝廷派来的奸细 忽悠的是一愣一愣的 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然而一个意外打乱了他们的步伐 迫使朱棣提前起兵 建文元年6月燕王府有一个人 告发朱棣谋划造反 于其坐等朝廷派兵来抓 不如先下手为强 此时的朱棣不反也得反了 起兵之际与情势相应 当时的天气也正是山雨欲来 风满楼 暴雨将至 一阵风起 将王府的眼瓦吹落了 随着瓦片的破碎之声 朱棣的脸色不尽一变 众将士也面面相去 视之为不祥之兆 姚广孝却说 这是祥兆 飞龙在天 一定有风雨跟随 青瓦片掉下了 那是要改用皇宫那黄色的瓦了 军心这才稳定下来 燕军起兵打出了 清军策禁国难的旗号 正式敲响了靖难之变的战鼓 导演留守北平 美玉战况不明 无法决断 朱棣都要传书向他问策 导演建议朱棣倾其挺进 进去南京 上天对战着天时的燕王 无疑给了多多的照顾 燕王军队在白沟河 甲河河岗城三大战中 都得到了大风相助 朱棣不禁感叹 此天兽非人类也 三年之后 朱棣顺利夺取南京 登基称帝 以藩王的区区一方势力 对敌全国兵力夺取天下 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而且仅仅三年多 就获得完胜堪称奇迹 攻下南京之后 导演被列为功劳第一 按说 这个时候的姚广孝 要什么样的封赏都不为过 可朱棣让姚广孝续发还俗 他不答应 送给他两位美貌宫女 他看也不看 赏给他元朝宰相的豪宅大院 他去也不去 授予他高官显直 他言辞拒绝 只接受了一个僧路斯 左膳士的从六品小官 所以 在永乐皇帝的朝堂上 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 一位老和尚上朝着官府 下朝则换僧衣回寺院 人称资衣宰相 朱棣心里觉得很对不住他的第一谋事 又授予他资善大夫 太子邵师的正二批显直 尊称为邵师 永乐二年六月 姚广孝终于等来了衣井还乡的机会 可没想到 与衣井还乡的热闹不同 他等到的却是一个寂寞 永乐二年六月 江南苏镇一带发生水灾 永乐大帝派摇广孝 镇灾 领命之后 他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 冒着夏季的酷暑不辞辛劳 亲自前往县乡镇绎 并顺便来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 他把皇帝奖赏的金银 全部分发给了自己的宗族乡人 要去见姐姐的时候 姐姐却闭门不见 去见老友王斌 老友只是托人传话 和尚勿矣 和尚勿矣 稀有不甘地摇广笑 又去找姐姐 却被姐姐痛骂了一顿 他不尽枉然 难道扶左燕王起兵 就是犯上作乱 篡权谋位吗 不如此 难道要坐等国家的功臣燕王 无辜被杀就是对的吗 是啊 天意如此 不举兵又哪来随后 光耀清史的永乐盛世 和人宣之志呢 朱棣即位不久 采纳道演的建议迁都北京 并由他主持北京城的设计 道演按照天上的星宿排列布局 使天上紫薇宫与人间紫禁城 遥相对应 为了克杀元大都残存的王器 他将北京城整体的中轴线向东便移 现在北京的景山完全是人工堆积而成 被看作是坐玄武之位的镇山 如果从高空俯瞰 就像世尊盘腿而坐的大佛 他象征着前朝的彻底灭亡和本王朝的长治久安 姚广孝还亲自主持了永乐大典的编撰 与户部尚书下元集为兼修官 重修了繁杂无比的太祖实录 修书之余 姚广孝又设计和建造了 有中国中王之称的永乐大中 永乐16年 84岁的姚广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3月28日他端坐而逝 永乐大帝悲痛异常 下诏费朝2日追赠荣国公 是恭敬 亲笔致血悲文 赐以文臣的身份配享太妙 这都是明朝无人能及的尊荣 永乐帝并尊重他的意愿 以僧人之力安葬 极尽哀荣 葬礼七天 姚广孝行仪如生 一乡经久不散 虎化后得五色舍礼 姚广孝辅佐朱棣36年 君臣二人没有任何的间隙 朱棣不管在为王还是为皇时 对姚广孝的尊重和信任始终如一 并把长子长孙的教育职责 都交付给了他 姚广孝不但辅佐朱棣 成就了永乐盛世 还培养出人宗宣宗这样的人均 以成就人宣之志 更不用说那永在史册的永乐大典 以及影响至今的京城格局 姚广孝可谓三代帝师千古其人 明末著名思想家李志有言 我国家两百余年以来 休养生息 遂至于今 是安于温饱 人望其战争 接我成祖文皇帝与姚绍师之列 这样的姚广孝 哪里是什么妖僧 尊明是一位奇僧吗 您觉得呢 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雪莉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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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